已經完全脫離不了這些資訊可能對我生活產生的影響 但是資訊本身它也是一個中心的東西 它可能能夠幫助我們這個社會的進步 但是又有可能對我們的社會造成一些影響跟傷害 那唐征委員就是利用他在這方面的專長 然後再為政府 然後就是在資訊如何應用在政府部門 然後來對社會福利也好 然後對著整個國家的發展也好 然後可以怎樣去正面的應用它 然後同時也能夠去透過應用的過程裡面 然後教育我們每一個國民 能夠去善用資訊 可能會有這個社會帶來正面的影響 所以今天我想 剛剛我們已經前面有一個小時的座談 唐征務委員 變才無敗 我想什麼問題都回答他 那待會我想大家就是在那個 聽講的過程當中 就盡量的能夠去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想要請教那個唐征務委員 然後我相信應該會得到非常清晰的這樣的答案 那現在我把整個的時間就交給那個唐征務委員 好 再來就是再換椅子 好 再來就是再換椅子 slide on account 或輸入5016 那就可以進入這樣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各位朋友都不好 就我們沒有講完就已經開始問了 講得非常好 那所以這個聊天室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是說就是匿名的提問 因為我們知道在這種比較大的 會聽裡面要舉手就需要一點勇氣 那匿名提問 看大家的網站前面知道是你問的 所以是比較容易像我這樣一面講話 在視頻裡面發問 那這是第一個好處 第二個好處是說 如果別人問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的話 那你只要按讚就可以了 你就不用重新再打一次 那這樣的過程裡面我就可以知道說 現在在講的路上120裡面 也許有5個人、10個人、20個人 對某個問題感興趣 那這樣子的話 我等於就一次回答了 5個10個人、20個人的問題 所以在大家追問的過程裡面 隨時大家留言就會在這個螢幕的右下角 呈現出來 那按讚數越多的 它越會在這個螢幕的右上角 呈現出來 那我基本上就是按照大家 按讚的數量來進行討論 那從現在開始到就是7點40 如果當時我還沒有辦法回答 大家全部的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很抱歉 因為時間有限 那如果從當時到就是 現在到當時已經過了兩小時 但是中間一小時就已經沒有問題了 那或者也沒有人在舉手 那我們就提早結束 不過就從來沒有提早結束過 我也不覺得這次會提早結束 只是想要大家知道一下 好 那這壓力很大 沒有問題就要提早結束 然後中間歡迎一次是舉手 因為大家著手的麥克風 那舉手的優先順序是高過線上的 這樣就是我們今天時間的空間解決 這樣OK OK 我們就開始了 有六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對於最近台灣的假新聞充斥 請問有什麼想法 我會覺得這是中國對台灣的一種抗戰 很洗腦嗎 先回答前面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是不會用假新聞三個字 當然歡迎大家繼續使用 那為什麼我不會使用這三個字 是因為我們在行政院裡面曾經有調查過 大家對於假新聞三個字 是覺得它是什麼定義 每個人可能有不同的定義 我們就發現有一部分的同仁認為說 假新聞的意思是說它不是新聞 好像說內容農場 它根本沒有經過新聞工作 但是它假冒成新聞的樣子 可能偽裝一個網譽啊什麼之類的 它裝成新聞的樣子 這是一種 那也有以前同仁認為說 它是新聞 就是透過新聞工作者的產出 它真的是一個新聞工作 但是它的內容是虛假的 因為它沒有經過這個政策 那所以這也是一種假新聞 那可以發現這兩個是無效不重點 假造的新聞跟虛假的新聞 那但是呢 後來我也有問了一位 這個科文哲老師 他目前是一位市長 那問他說 請問他覺得假新聞是什麼意思 他覺得這兩種都不是假新聞 他覺得如果是新聞工作者 做出來的新聞是真的 內容也經過假的 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編輯給他 一個完全相反 標題殺人的一個標題 他覺得這個叫假新聞 因為編輯沒有簽名 那所以呢 所有的內褲都是記者來帶 那這樣子的話 他覺得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一個假新聞三個字 就有三個完全不同的定義 那這個操作型定義 不重疊的情況下 我們完全沒有辦法討論任何事情 所以我們在行政院這邊 目前是不使用假新聞這三個字 那不使用這三個字 我們用什麼字呢 我們把它叫做假訊息 就是叫做Disinformation 假訊息呢 這個 這份是我的一個英文簡報 就是去華盛頓尼斯的時候的一個簡報 那這份簡報有一個中文版 叫做 防指甲訊息危害專案報告 是我們目前在行政院裡面主持 防指甲訊息危害的羅宥晨政委 曾經給過的一個報告 如果能按誤會這一個關鍵詞的話 就會找到他在約會和計程會的中資稿 那他講得非常好 那所以我就不再這邊這個 就是重新講一次 那但是我這邊只想要講兩件事 一個是說我們在行政院裡面 假訊息的定義 定義就是叫做 惡加害 就是惡就是有物語 假就是捏造的 害就是它產生了損害或危害 只有這三個同時滿足 我們才把它叫做假訊息 我們才認為它對於社會是有所妨礙 你可以想像說 它如果是沒有害的 那就是它可能只是一些故障 或者是說它根本就不是假的 它只是影響到一些公眾人物的形象 那這些呢其實都不算是假訊息 也對社會不一定有危害 所以我們對民主還有好處 但是當它是intentional harmful untruth 而這個危害是傷害整體的公共利益 就是讓平常做調查報導的記者 去做公共言論的這些記者 讓這些朋友的作品呢 要嘛就是被帶歪樓 要嘛就是帶風向 要嘛就是怎麼樣 總之使得他們要辦法盡到一個 一般生活工作者盡到的這個責任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說它是假訊息 而且它值得能來訪治 那當然就是說在世界各國 紅島這個共同的假訊息問題 每個國家都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 那我們在附近的很多國家跟經濟體 他們採取的方法是吞吐言論管制的方法 簡單來講他們會涉及一些關鍵字 你有這些關鍵字就不能投訴了 或者是說會事前宣查 或者你可能有言論自由 但是言論人口就沒有自由了 就消失了什麼之類的 就是用各種這樣子的 透過這個言論的人生的內容等等的審查 去讓人有寒蟬效應 不敢去做出這樣子的報導 但是這樣子雖然看起來 要解決一下訊息問題 但是它就連真的訊息 就連對社會有意義的訊息 就連創作 好比像說可能一個電動玩具遊戲裡面 採用的一張符咒 這種東西也都一起都盡決了 反正對創作是有什麼好處的 所以我們在台灣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在處理一下訊息問題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去侵害我們的一個核心價值 就是我們的自由跟開放的言論 也就是說我們不會一萬強作為藉口 然後去侵犯人家的一般的創作自由 我們不會去引入事先審查 關鍵字先審查 這也要對亂七八糟 雖然我們旁邊的很多經濟體 都正在做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們還記得戒嚴的時代 我們還記得說 講一句錯話就被抓去關的那個時候 只要我們還記得戒嚴 我們就不會想要回到戒嚴的這個時代 所以我對假訊息的看法 基本上就是 它是一種類似心靈的流感 那它的目的呢 是要摧毀大家彼此之間的信任 要激化社會的對立 然後呢 要讓本來這個 可能我們可以好好講一件事情的人 因為腦裡充斥著太多的這種 極化的分化的這種東西 所以到最後就沒有辦法 形成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 所以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大概就是透過三種方法 我就非常快地面臨一遍喔 一個是說 我們現在讓每一個誤會 在看到有假訊息出現 還沒有開始流行的一小時之內 就要做出可能影音 圖卡 來人包 等等的這些東西 讓它的傳播體 讓它好玩的程度 去大過謠言的這個傳播體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這是烏拉斯發言人上台之後 開始推行的政策 就是為什麼 你就會看到 就是內政部長開始用圖卡 去講內政部的這個政績 就是為什麼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的院長 用黃欣文的方法來講 就是他最近做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的副院長 開始用直播還怨 或者為什麼 我們總統要去上火營業演習啊 等等 所以大概就是說 要非常快的速度 去讓大家 在有可能的這個情況下 去理解到這件事 因為我們發現說 只要還沒有開始流行 你就先在一小時之內 有這樣子的 好像些病毒出現症候 大家就會 大部分的人會先看到 我們的澄清 再看到這個謠言 那這個時候 因為腦裡已經有一個疫苗了嘛 你不一定要相信政府講 但至少你腦裡面有兩邊 互相平衡的全文的報導 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 是我們看到在那裡上面 有很多點對點加密的時候 頻道裡面 有很多假訊息 它流傳 可是我們的政府是看不到的 我們也不應該看到 因為這是 就是私人同學嘛 但是它會浪費掉大家 很多注意力 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 就是透過 如果自己看到假訊息的這些人 它有點像看到垃圾郵件一樣 去檢舉它 檢舉它之後 就會進入一個共享的資料庫 這個完全是民間自行維護 它叫做真的假的 Cofax 這邊可能有人有聽過 那真的假的上面 你就可以一下子 就可以看到說 因為這個是一個機器人 你加上它作為好友者 你只要轉任何訊息給它 它就會進入一個 即時查核的資料庫裡面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非常快速的 就可以看到說 台灣目前最流行的訊息 是哪些 那這個我就不花太多時間 因為可能會有精神無人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有時候甚至是 關心大家彼此的健康 黑色的塑膠碗一定都致癌 事實上不是 所有這些 在現在都非常的風情 那所以 配方視察核中心 就是一些專業的行動工作者 做成的這樣一個 線上的一個服務 這個服務它就會一次去看 到底現在最流行的 東西是什麼 香蕉加肥糖 專門吃咳嗽 或者是 生肉用水洗 為什麼看著 物詐動物園的 貓雄是中藥材 好 隨便 總統真的是說 他會看目前最紅的 這些假訊息是什麼 然後呢 就去進行查證 但這個查證 是完全是透過 類似就是 調查報導這樣的方式 他會一個一個去問 相關的利害關係 去調當年的資料 所以這同時 也是媒體市的教材 就是你可以透過 看市市查證中心的工作 就知道說一個好的記者 應該要怎麼樣子 去做查證的工作 那當然他最後會發一個 市市查證的報告 第七十四則 就是 木甲動物園的貓雄 並不是用中藥材的 免營進口 它是野生動植物 進出口許可 它只是在當時的報導裡面說 比照中藥材引進的模式 但是不表示 貓雄是可以入藥的 這個光草高路可能 沒有這樣子的一筆 所以這件事情呢 就澄清了 澄清之後呢 我們就好像 垃圾詐品有件 大家可能知道 你可以檢舉 檢舉之後 足夠多的人檢舉之後 當新的這個垃圾詐品有件 的記者要進行的時候 他就不會麻煩你的收件箱 就會麻煩你的垃圾 用件的資料價 你的時間如果非常多 你還是可以去翻垃圾桶 一分一分開一次 所以嚴格來講 這不是言論管制 但是呢 它不會浪費你的時間 所以同樣的 我們大概到了六月的時候 Facebook也會推出這樣一個功能 所以說只要事實查核中心 或其他國際的 事實查核的第三方團體 把它查核是錯誤的 那麼Facebook就不會再把這些 轉轉的東西 在你的臉書的牆上面顯示出來 意思就是 如果 就是你有別的朋友 如果你只有一個朋友 那他分享了 那就你很便宜 沒辦法 臉書只好顯示給你看 但只要你有兩個臉書朋友 那臉書就會去售你別的朋友的訊息 就不會去售 這則已經被查核作為錯誤的訊息 但這仍然不是事前审查 也不是言論下講 因為你如果專門去那個朋友的牆上看 你還是看得到這則訊息 其實上面會加住 一方金玉書 台灣市場核中心 已經查核這個是不實的 請按這邊了解很多 所以大概是用這樣的方式 像流行病學的控制一樣 去把它進行感染的控制 好 那這個問題還有第二個部分 就是 會不會覺得 這是中國對於台灣的一種統戰喜鬧 然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其實我們從上次的選舉 就可以發現說 它不需要靠假訓息 它可以完全是靠下謀告的方式 就 就是促成讓特定人黨選 或者不當選的目的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選霸法法 跟木頭法裡面 有一個漏洞 這個漏洞就是說 雖然政治獻金 是需要揭露的 每個人可以捐的 有一個上限 而且從今年開始 監察院 會把每一個人的每一筆 都用試算表的方式 公開給權利去看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要透過政治獻金的方式 來捐錢的話 它是非常非常透明的 但可能就是因為講 所觀察到很多境外的 這些想要干擾我們選舉的朋友們 他們在做的事情就是 透過一些白手套 然後透過一些公關公司 他可能下精準的臉書廣告 他可能去做一些 這個置入型的業配 但總之就是他直接用錢 去干擾媒體 要去做怎麼樣子的行為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或下怎麼樣的廣告 從這個角度來看 他根本不用花很多時間 全海上面去做滲透 他直接罰錢就可以了 而且這是合法的 因為我們當時 兩選法法和共同法 並沒有說 刊登政治的廣告 有任何的 就是國籍的 或者是金錢的上限 那所以這個當然是 我們現在 在立法院已經希望可以 2.30多過 就是我們特別在選舉的時候 引進了這個 在各國現在都有的 叫做Honest Advertisement Act 就是說 所有刊登跟競選相關的 不管是電視廣告 報紙廣告 社群媒體上面 精準投放 業配 反正只要你出錢 然後讓大家看到的東西 有所影響的這些人 第一個 資金就只能從台灣這邊出來 我們只有中華國際的人 才能夠去做這樣的廣告 我業配 那還有就是 中間的每一手 包含這些國家 都必須像洗錢房子一樣 揭露他的傷手的錢 是哪裡來的 然後我們如果追這個金額 最後追到外國 或者是路馬奧地區的話 那麼這些人 他就是有刑罰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允許外國人 透過政治性的 在我們的選舉的時候 通過金錢 來干預我們的選舉 你當然還是可以選舉 給你喜歡的候選人 但是前提是 你要有投票權 你要是選民 所以這件事情 是各國現在都在做的 還有一個民主的防禦機制 那我們也不落於 就是其他國家之後 我們會把這部分 把它這個做檔起來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就是假訊息 當它還沒有流行的時候 我們即時澄清 當它開始流行的時候 靠大家的這種選舉 第三方的視察 或到選舉的時候 我們讓資金不要介入 大概目前就是這三個方線 有二十多位朋友們問說 就目前看來台灣的青年還有沒有未來 或者是不是應該往未來擔憂 當然是還有未來 這個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雖然說這個全球暖化 現在看起來這個時間表 相當的緊迫必然 但是即使這個 我們現在大家問是怎樣簡單 只控制到這個兩多 或者兩多半 我們至少也還有個大概四五十年的時間 來收這個爛探子 所以就是至少這個有一定程度的未來 大概不是問題吧 那是不是要為未來擔憂 我們這個就看你自己所關心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在聯合國裡面 有一個叫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那這個就是當時在201314年的時候 一位必須去問全世界一百萬人 說你對未來最擔心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那你最希望看到世界有怎樣的改變 那所以就好放了一百萬盞天燈一樣 然後他們把這一百萬盞天燈收攏起來 變成一百六十九個具體的指標 那所以這一百六十九個呢 就是全世界的朋友們 至少都不反對要達成的事情 那這一百六十九個 因為實在太難記了 所以呢他們就怕變成十七個 分享的目標 這十七個目標呢 每個都有一個很漂亮的icon 那大概就可以分成有序的經濟 社會跟環境 但是它這樣子設計有個特色 就是你不管在做裡面的哪一個題目 對於另外十六個題目都只有好處 而且沒有換處 這是一個互相加強的一個系統 所以就不會像以前這樣 貧經濟成長 但是造成環境的問題 然後呢 或者造成這個貧富不均 造成社會的問題 也不會變成說 你上班就是專門貧經濟 下班才能去做環保 做吃貨啊等等這些部分 我們現在做的方法 就是通過各種各樣的政策 去引導說 大家在貧經濟成長的時候 一面也能夠解決社會 或者環境問題 或者至少會要造成社會環境問題 同樣呢 一個正在做社會工作的一個 可能NPO或者一個基金會 傳統上好像都是靠別人捐錢的 我們也鼓勵他們能夠去翻轉這樣子的想法 讓他們能夠做出一些作品來 像說大家可能聽過最多的 就是寫安二基金會嘛 他們會烘烤一些餅乾啊 或者做一些蛋糕啊 或者如果比較有根上實事的 可能知道他們從去年開始 也開始做這個飾品加工啊 冷凍飾品啊 沒有沒有這些活動 總之跟吃的有關係 但是很少人知道說 其實他們也在做這個公共藝術的工作 像這是我的辦公室 就是在台北的公眾 原來陸三端99號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在進行發市場面 這個地方的公共藝術 就是像這個足球場 就是寫安二人的作品 因為後來寫安二基金會 跟一個社會企業 叫點點山合作 本來只是想幫他們做衣術治療 但後來能夠發現說 我們看世界的方法 能透過數字的文字 但是要看而看世界的方法 是透過一個不同的幾何 所以談話說 他們看到世界的時候 也很讓人感動 會讓人留下深刻的影響 而且他們在世大運 在各種各樣的品牌 都直接使用這些顯而 創造出來這些Vacial Assets 作為整個視覺視覺 然後大家都留下 非常深刻的影響 所以這個就不會是像 就是行車啊或什麼 好像我們是輔導他們 在達成深入目的的時候 能夠做到整場人 或一般人 50%或60%的生產力 剛好相反 因為引導出了這些 特殊的這些才能 所以反而是我們做不到 他們50%60%的創作力 那這個時候 他們就會是社會 一個不可過去的 一個貢獻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在做這種 所謂三重底線 就是經濟環境社會的設計的時候 大概就是 不管你從非營利組織 從環環或從公司出發 我們都會往相同的 這種有序盤目標去集中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所有的各國都已經答應 在2030年的時候 要一起完成這169項目標 所以不管你在做哪一件事情 只要跟這些目標有扣合 你都是有全世界的朋友 可以一起做 所以我想總點不是一個未來 或者你的未來 或者他的未來 而是說大家有一些共同價值 然後讓這個共同的未來 是透過你的工作而來臨 所以只要你自己有 多少創造未來 你就可以預測未來 最好預測的方法 就是去創造它 這個時候我想 就不能為了未來擔憂 因為你就會看到未來 在你手上 一步一步的去成形 有時因為我們會說 身為一個未有選票的公民 因為現在媒體並不中立 無法深度了解候選人 並且做選擇 那是有個什麼建議 可以幫自己做決定 或者是我們中立的管道 或者是方法 來看清楚政策 或者是後續人 非常好的問題 我自己有 就是指導 不要說指導 Mentor 這個一個叫做 脫標識男的這個網站 是CouncilG00 這個我不知道有沒有人 有已經看過 如果有的話可以去個手 叫做脫標識男 一個 兩個 OK OK 好 那投票指導是一個 還蠻多人用的網站 上次選舉的時候 好像已經到了百萬的層級 所以 其實還是有些人用的 那 這個是 G0V的一個轉案 G0V 是一個 我自己也是其中一部分的一個運動 這個運動 大概簡單的來講 就是說 你如果看政府的時候 網站不順眼 那政府的網站和服務 都是gob.tw結尾 那 G0V就是說 你可以把你看過神言的 那一個政府的網站 或者是服務 比像說 這個立法院 ly.gov.tw 或什麼.gov.tw 你就把那個 什麼.gov.tw 把那個o換成0 就是一個0的轉移 你就進入一個 這個 shadow 一個影子政府 那這個政府呢 它所提出來的東西 其實都是 跟官方的網站是相同的 包括G0V 最早的這個網站 完全G0V DW 它做的事情 跟中央政府 總預算的視覺化 所以呢 你就不用看五百頁的PDF 你就可以點到其中 某一個裡面 然後就 就設施的 就那一個預算 去跟其他制度 他們的朋友 進行討論 所以同樣的道理 就是像 Council G0V 就是投票指南 它的來源 其實也都是各個縣市議員會 中選會 等等的這些部分 但是呢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例像說 你可以到 找一個縣市議員 可能中部 雷中選 都是我的選區 所以我是 我在亂點 我不知道 大家是不是剛好有 什麼利益關係 Anyway 那然後 好 而且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 它每次進來的時候 它的政黨的這個顏色 排序 這些東西 都會亂樹 所以說 不會讓大黨和小黨 有什麼差別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很快速的 讓你看到說 這位議員 他之前參選過幾次 他的政治獻金的支出 跟他的花費到哪裡 他之前曾經 規劃過哪些東西 他可以產生到 同區的其他候選人 跟他的政界 有什麼不一樣 他之前曾經提過哪些提案 所有這些提案 他到底是連署人 還是共同發錢 等等 這些都可以讓人 非常一目了然的 知道說 它的這個政治的傾向 跟到底有什麼 就是相同的地方 或者不同的地方 那同樣的在公投這邊 你也可以直接看到 公投的這些領先人 他發起的所有這些東西 他的論據 等等這些 那當然投票只能 只是其中一個專案而已 但是我們在台灣 有非常多這一類的 就是我們叫公民科技 Civic Technology 就是我們為了促進民主 然後任何人 都可以自己來做的 這樣一種專案 然後讓大家更了解 每一個人的政見 包含他的就是 之前花的錢 履歷啊 投票啊 所有這些部分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歡迎加入 獨標誌呢 或其他去領域相關的專案 你就可以更快速的 就是自己去做出相關的決定 而且也可以把它分享給 你的情能好用 然後去更加了解一個候選人 那當然我想要推薦另外一個 就是當你投完票之後 不要只是投票而已 因為當你把議員選上之後 其實你在日常生活裡面 你有很多方式去監督這個人 不像是我們的生計部 其實有時沒時 就會在我們的Join平台 就是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去問說 現在又有某個市長 有一個很創新的想法 但是呢 他這個之前沒有人做過 所以我們不知道會怎麼生計 那就問大家說有什麼疑慮 好比像說什麼 集合攤販的營運管理啊 新北市公共自行車的服務品質啊 地方政府智慧節電啊 所有這些東西 那其實我們在行政院啊 也有一個很類似的 叫做來監督 也是同一個網站 綜藝品牌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不同的部會 一共1886個執行中的計畫 包含大家很關心的長照 社會住宅等等 所有的這些計畫 你隨時在上面留言 我們相關部會的同仁 就可以直接就裡面任何一項 計畫摘要執行程庫 他開了什麼樣標案 研究案等等 去及時的跟你回應 而且每一切都會 給出一個這個忠誠的回應 所以你不需要投了票 好像就覺得你投完票就結束了 事實上在一次投票到另外一次 投票重建 你有非常多的方法實際去看 就是到底預算被放在哪裡 甚至是加入這個預算的實際的執行 你如果看完這個預算 就會覺得你有什麼想法 這個想法 這個政府還沒有在做的話 那你可以跑到提點這邊 那這邊只要有頭腦五千人 就可以召喚相關的部位 然後具體來討論 以及解決你的這個問題 在這邊有非常多很好的提案 都是大概十五六歲的朋友 提出來的 像快兩年前有一個 十五歲的朋友提了一個案 因為上面是可以取編的 他的 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他名字 他的臂名叫 我愛他 像他 像愛我 那這位朋友呢 他的提案就是 希望所有的 就是小吃店跟餐廳 在盡量在這個 一次性的習慣的使用上面 可以盡量把它禁決掉 然後不要再造成這個 黑暗的塑膠污染 那這個他當時 一下子就救了這個五六千人 在上面連署 所以一下就承安 那我們環高鼠啊 經濟部啊 都嚴陣以待 覺得說實在 很厲害的環團的組織者 結果一看來十五歲 然後他問他說 為什麼提出這個提案 然後找到 海龜的圖片啊等等 他就說 這是我的高中工工作業 就是他的公民老師 要求他們公民課的學生 自己找一些能夠 帶動去台灣的議題 然後去進行這樣子的連署 到最後這段 二維政策啊 我們今年開始 麥當勞都要直接喝了啊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就算你還沒有投票權 你還是可以改變社會 又像這個 這個禮拜最好的這個 題目就是公投的施行啊 那另外一位十五歲的朋友 在上面提案說 所有的這個公投 其實都是到最後數人頭啊 但是他認為說 只要是聯合國所保障的 像公約的人權 各種各樣的人權 它都是系統性保障少數的人的權利 所以一數人頭 這些少數一定輸 所以他認為應該要修改公投法 讓所有這些聯合國 這個全世界普世人權 所有保護的這個部分 雖然在我們台灣是 法律的為竭力 論上公投可以挑戰的啊 但是他希望修改公投法 讓公投不可以提 這種系統性 多數多多少數 這樣子有害人權的 這樣子一種公投案 也非常有道理啊 也到了五千多人啊 在那邊聯署 我們也會開協助會員 到最後他的這個想法 也變成行政院務的一部分 當然現在正在立法院 找的部分開交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不用覺得說 只有透過投票選人的方法 現在有各種方法 透過投票選試的方法 來去改變我們的工工政策 有十二位朋友問了一個 完全另外一個角度的問題 請問人工智慧 是不是會衝擊教師這個職業呢 會如何定義教師的功能 或者是角色 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我們在 尤其是國民教育的這個階段 我們現在要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培養小孩 變成終身學習者 那變成終身學習者 目前有所謂的三個素養 這個大家可能會背 自發互動共耗 那自發互動共耗 那自發互動共耗的意思 就是說 小孩要能夠自己看到 某個社會經濟環境問題 自己就去說 我要解決它 然後別人都還在那邊 在賽跑的跑道上面 分科分區 在那邊個人之間競爭的時候 他因為已經找到他的 想要實現的這個目標 所以他就一轉身 就往這個目標 跑過去 所以小孩就贏在起跑點上 因為沒有人跑這個方向 那但是 當他往這個方向跑的時候 他就會碰到各種 在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出身 不同的背景的朋友 也在解決共同的 這個社會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 他組隊打怪的這個團隊 就不會是 他一開始所在的 這樣子一個地方 而是他可以 出來很方向去運用 整個社會的資源 那這個叫自發 那互動的意思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不同領域 不同背景等等的朋友們 他都可以去靈活的運用 不會覺得好像 什麼都是 就是從自己的角度 去看世界 然後會學著 從別人的角度 也能夠去進行活動 那第三個所謂恐慌 就是說 別人也是有他的價值 不同的價值 就算立場不同 但是可以找到一些 共同的價值 不要把對方當成工具 或者當成工具 這個是所謂 共同的素養 那這三個素養之一 一旦培養出來 其實不管接下來 有空置會來的多快 其實從小孩的角度來看 都是為我 就是有幫助的事情 因為如果他過度認同 特定的技能 就是以前那個技能 導向的教育 他當然可能覺得說 我好不容易拼這個 比別人這個 某效技能 掌握得比較厲害 厲害的 0.01% 我搞第一名 大家都不是第一名 但是這個部分 馬上人工就會過來 壓過去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被12年過 叫欺騙感情 就是我學了12年 然後到最後 就被自動化 我們當然不希望 這樣的想法 所以我們現在的想法 就是說 你不要是自己內部的這個素養 不要是每個人生命經驗不同 就有不同的判斷的事情 然後隨便有新的AI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變成是 達到共同社會目標的一個幫助 我也知道 很抽象 所以我們就來講一個 這個具體的例子 我們每年呢 都會有這個 叫做總統美雷克松的 這樣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呢 大概就是 我們會讓整個社會 去提出一百多個案子 這些案子都是說 你覺得我們政府做得還不夠好 而且你可以做得更好 那你只要有正確的資料 有正確的技術 有正確的發尊 等等的情況下 這個因緣俱組之下 你覺得你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其實大部分的時候 這些都很難湊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就是 有一個設計就是說 任何人提出這個提案之後 大家都可以透過線上投票 也就是讓那個 眾議平台的身份認證之後 大家都可以用一個叫 平方投票法的一個 嶄新的投票的方式 就是每個人有99點 然後有100多個提案 你可以99個提案 割投1點 因為1票只要1點 但你如果對某個提案很支持 2票要4點 3票要9點 4票要16點 所以你就比較不會去灌票 你會去配票 因為你9點全部灌下去 大概也只有9票 但是你可以想說 你如果有兩個都很喜歡 兩個都給7票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有效的去知道 整個社會對於這些題目 最在意最萬幸的是什麼 那這20隊我們就會 附到它3個月之後 把每個隊伍裡面 有技術能力的 有domain knowledge 有那個領域能力的 更有法尊能力的 就是功夫體系的能力的 把它組在一起 實際做出一個prototype來 那像去年 這最後一百多隊 這會有5隊 獲得了油省 每一條5隊 那這5隊 其中有一隊叫做 搶救水寶寶 Walter Savior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 讓這些台灣自然水公司的人員 他們就是在 全世界最長的塑膠管裡面 去巡回 然後帶著這個東西去聽 哪裡漏水 他們那時候都沒有漏水 那所以從一個地方漏水 到他被這些師父聽到 要花接近一年的時間 他們透過總統的 黑客搜 就做出了AI的一個小幫手 這個小幫手 好像他的學徒一樣 每些師父醒來的時候 就會收到LINE訊息 然後說 師父你現在在這邊 我覺得這邊這邊這邊 最可能漏水 你去聽聽看 那他的正確率 就是70 但這就表示說 師父聽三個地方 大概有超過兩個 是真的有漏水的 那這些師父 就可以發揮他的創造力 去解決 就不用他聽一整天 然後都沒有漏水 然後就覺得自己很 就是很肉麻 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就是說 我們盡量要用人 去做一個創造力的部分 但是要用機器 去把很多自動化的部分 做出來 那又因為這個其實 也是一個永續發展的目標 就是6.4號 所以當我們去說 欸台灣有這樣子 一個創新之後 沒有新來 就把這一組人 直接請到偉林頓 幫他們也解決說 看到漏水的時候 要怎麼塑造 這個漏水的政策區域的問題 所以我們每一次做這種 Data Collaborative 大概像今年的20個題目 就是非常的廣 包含醫療啊 衛生啊 化學品的管理啊 包含這個 看到這個 有人亂停車 要怎麼樣很有效的 會爆給警察啊 所有這些東西 大概都是我們在這一次 會去輔導出來的結果 那所以這陣子裡面 其實我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有系統的去檢視 一個工作裡面 哪些是融的 融這個在資訊科學裡面 被定義 就是Trivial 就是結構簡單 輸入的結構簡單 輸出的結構簡單 中間只有良率跟速度的差別 而沒有個人的創造理能 生命的經驗 所以這些融的部分 就可以自動化 像老師的工作裡面 舉例來講 如果你是小學老師 然後呢你的學生 竟然還在用執筆寫四則運算 那你要批改他的考卷 這個就是融的事情 因為不管你有怎麼樣的教程 教法 生命經驗等等 其實你批改研究 跟融別人批改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差別 只有批改速度的差別而已 那這一部分 其實像你所有App 你用這個手機 這樣掃過一遍 他就幫你批改完了 或者現在如果你用的是這種 數位的筆的話 甚至你的小孩 這個你的學生寫完的時候 他自動就自己辨識 他自己就把自己批改完了 這些都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些融的部分 交給AI來做 而把老師的時間 就是花在 去跟著小孩 一起去找到那個 自發的學習的動力 去跟著小孩 一起看整個網路 或者整個世界裡面 各種不同的學習來源 跟他互動 然後一起跟小孩一樣 這些功耗的素養 那這些部分 每個老師來做都不一樣 需要獨特的生命經驗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老師的這個主觀的工作的 這個成就感也會增加 然後所有這些融的部分 還會了解到 教育護腰帶 阿天報非常多 有沒有這些考核 什麼集合 有沒有這些單據 這些東西 大概都可以通過這樣子的方式 去把它自動放掉 有21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可以分享一下我求學經歷 怎麼能這麼多學 後面這個我就當作這樣讚 那個就是 我求學經歷其實還蠻簡單的 我念了三個幼稚園 六個小學 一年的國中 然後就出學了 所以就是十年 有念了十個學校 然後從來沒有做過書家作業 好 但是博學當然不是因為 沒有做過書家作業的關係 我自己是在 就是國二的時候 那當時才剛滿十五歲 那當時呢 我就發現一個新的發明 叫做全球諮詢網 Y1 那當時我最早看的其中一個網站 現在還在呢 叫做archive 這個可能有人已經看過 archive.org 那這個網站呢 非常的神奇 它就是很像是 d.com 或者是ptz 或者是 反正就是 大家破文的版 我們可以看到 進去也有群組 那群組裡面也有小組長 然後裡面也有各種不同的版 所以它每個版是一個學門而已 然後呢 當你點進一個學門的時候 我們就隨便亂點 像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那進去之後呢 大家就會看到很多po文 這個po的呢 就是論文 那所以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可以看到 所有在還沒有在期刊看出 又願意分享自己的論文的朋友 實際把他的草稿 在這裡進行開開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你不需要是大學的學生 你也不需要去訂什麼期刊 你就可以一次去看 在任何一個領域裡面 最尖端的這些草稿 到底在做些什麼 所以當時呢 我就是跟我的國中的校長 杜貝平校長 回政國中 說 校長你之前好多說 我去做科展 取個第一名 拿到保送資格 之後會會念高中 高中念大學 念大學 考個GIE等等 就可以跑去 國外 某一位教授的研究室 像我當時很喜歡 做認知科學 可以讀 Hofshaten 他的研究室 必須能夠跟他做研究 可是這需要花十年的時間 但是呢 我在archive上面 看好他撲出來的論文 因為是草稿嘛 裡面一定有很多缺漏之處 所以呢 我就找到他的email 然後我就自己寫寫寫 當時我英文不太好 然後還久的時間才能夠寫完一封寫 但是無所謂 因為他也不知道我花多久寫 他也不知道我才14歲 他就覺得我只是另外一個研究者 然後就回寫 然後事實上是用漢語拼音為寫 所以我根本就是英文就白念了 但是我也 我就會講中文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可以很快的開始跟他一起去做研究 所以等於是說我看到的這個世界 跟我在教科書大專用書的世界 大概有十年的差距 因為你從一個草稿出現 被主流所接受 變成課堂委員了解的一件事情 編到大專用書或者國中校的課本裡面 大概就是要十年的世界 所以看起來我的課本都已經過期了 然後最新的知識就在這邊發生 而且我這樣寫個影片 我就可以參加他的發生 所以當時我就跟校長說 你本來跟我講的這條路是一條遠路 現在已經發明了一個階級 就叫做全球諮詢話題 我們校長是非常開明的 所以他聽完之後 想了大概不到一分鐘 然後就說你明天不用來了 所以他就幫我去打交一句 因為當時還沒有實驗散發 就是還沒有再講諮詢的 這個可能性 所以他就真的幫我騙教一句 說我每天都能去 然後我只有端考的時候 需要到學校每次都交買卷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他就幫我打住 來自體質的壓力 所以我現在直到今天 我對於官僚體質的創新的可能性 都充滿了這個optimism 就是都非常的樂觀 因為可能有第一手經驗的關係 所以在當時呢 就是我載學之後 我就跑去開公司 就是我做這些研究 那當然就做出了一些成績 那我就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做 好朋友線上的搜尋引擎 好朋友線上的開賣網站 等等這些 然後我就開了一家 這樣資訊員的公司 那也是就是有相當多的 莫名的投資等等 但是呢我公司經營大概兩年之後 我就發現說我的知識體系 存在各種各樣的漏斗 因為我沒有學過商壞 沒有學過經貿 沒有學過所有這些東西 所以呢其實我不能只靠這些論文 因為還有太多社會性的東西 其實是需要實際來討論 才能夠學習的 所以我就又回到學校 然後就在大學公廳 那在我大學的教授都很喜歡 因為第一個 我也沒有學分 然後我只是來公廳而已 那第二個就是 我都會帶很多很有趣的問題 因為我是有一個明確的問題 一是我開公司 做一個研究通道問題 我看到他的 paper 也在處理這個 所以我跟他就是互相這個 切磋的一個關係 他只是給我先學一些而已 那所以這個教授 大概都很喜歡講的學生 所以後來我就是不斷的 在這個巡迴全世界 大概到二零零四零五的時候 我們當時在做一個城市語言 所以我就學一個 叫做Paul Dush 這邊如果有學數學的 應該有聽過這個人 Paul Dush 他是一個這個 號稱流浪的數學家 他做的事情就是說 他不管數學的哪一個選文 他都有興趣 然後他就去住某個數學家的家 他必須要保他吃住 但是他提供的服務 就是不管哪一個數學家 他做什麼論文 Paul Dush 就跟他一起寫那一份論文 然後幫他寫完論文之後 他就給對方兩個選擇 要嘛就是繼續讓他來吃白住 繼續寫下一份論文 如果他已經感到厭犯了 那他必須要推薦下一個數學家 讓Paul Dush能夠保去住 而且他要付他的論文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 他等於就是環遊世界 然後就是好像蜜蜂獸粉一樣 去把數學的各個 本來看起來不相干的分子 然後把它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自己在大概20出頭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 就是大概兩三年的時間 跑了快二十幾個國家 然後就是在所有做 城市語言學的這個學者中間 就是先住一個人的家 再住另外一個人的家等等的這個過程 去把各種不同的城市語言 融合成一套新的就是 城市語言論論等等 所以大概是靠這樣子來學習 那所以我覺得我爸媽這個 心臟真的很大顆 因為基本上我每個網友都沒有見過面 當然他發過Paper 事實上是教授 應該不會對我怎麼樣 但是無論我就是我爸媽 心臟還是很大顆 才能夠讓我用這種流浪的數學家 的這樣子一個方式 去對這個學者們進行貢獻 所以我的項目大概就是 先有問題儀式 然後去創作 創作一定會碰到各種瓶頸 反正就說這個問題實在太大了 大家可不可以來包圍幾項 那就萬事萬零 大概都會長到 就是遠距離幾項的朋友 有些各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政治人物口口白話 亂開票的現象 竟然能夠得到高的民調 希望這樣子 就有這樣子的看法 其實這個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他亂開票 但是不對現的話 其實是沒有任何法則 意思是說他不會有任何後果 但因為不會有任何後果 所以當然按照一般的這個 博弈理論 他當然就是開的支票 越大越好 這個大家最近都看到了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自己的覺得是說 如果我們還是選人 而不是選事情的話 我們很難根據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你想想 那如果你沒四年 我再多五張票 那或者三張票 那現在 你可能多政大 可能是十二三選一 那如果是市長 或者總統 可能是五六個選一 那或者是你選你的這個議員 那可能是十選一 或者之類的 那你算一算 你沒四年 大概對政治的 共同的這個決定 你只上載了 出一出大概七個未圓 的這樣子的自選量而已 那意思就是說 是非常非常少的 跟你被政治影響的程度 是完全不合比例的 而且在這個中間 如果他搞錯了 或者是你覺得你投錯了 那你還是要等他四年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在當年 為什麼是用這樣子的 代議政治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比沒有一個 很簡單的方法 能夠去匯集 大家的這種力量 所以你只好 要很少數的代議士 去幫大家 去決定大部分的事情 那可是 像現在 你如果有個想法 你很需要這個 不要說選票好了 你很需要投資 但是你沒有辦法 一個一個去說服 這些機構投資人 因為你的想法太創新了 現在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發起一個群眾募資 發起群眾募資的話 如果沒有足夠多的人支持你 那他們也沒有虧錢 因為錢都會拿回來 但是如果到達了你需要的其中資金 因為這個想法就發生了 所以這就解決了 free rider 的問題 也一定程度解決 prisible agent 的問題 所以群眾募資的這個想法 也有一位 邱議員 就是瓜吉 瓜吉應該有人知道 那他有一陣子 自己的募資 真的改成邱議員 不過他在實際選上議員之前 就把他改回來了 但是總之呢 這位邱議員 他就做了一個很類似這樣的事情 就是群眾放票 他就去算說 他在這個選區 他需要多少票才能夠當選 然後呢 就是你就事先量票 說我會投他 那在這個群眾募票的網站上面 到達他一定會 就是當選的那個量的時候 他才告訴大家說去投他 而且投他的意思是說 他會兌現怎麼怎麼怎麼樣 大家對他的這個共同期望 如果你湊不到那麼多票 你就投別人好 所以你的票是絕對不會浪費掉的 所以我們現在透過網路解決 已經有各種各樣的解決 所謂coordination problem 的這個方法 所以第一個就是 單一正是他的性質 本身在改變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有很多不需要透過 要重財特定員的這樣子一個方法 你也不會浪費掉你的票 你可以透過像剛剛講的 參與時預算 電子聯署等等的這些方式 所以我們現在在行政院裡面 做開放政府的工作 並不是說 真的要去 立刻廢除掉代言民主這一套制度 但我們試著再證明說 你不要管代言民主 你在代言民主兩次投票的中間 你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可以做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每個人對這個制度 我們更了解的情況下 就會發現說 有些事情根本不用當政治人物 我們自己就可以來做 像剛剛建立民主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所以我覺得說 在目前 並沒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去讓政治人物口口白票 白話 亂開票這件事情 去做環節 但是我們可以去提出一個新的模型 去說 那它亂開票無所謂 但是我們自己集結起來 去解決一些 我們共同覺得是問題的問題 讓我也知道這樣講很糾纳 所以我要再花兩個分鐘去看一張網 像這個 這個是大家可能有聽過的例子 叫做空氣盒子 空氣盒子可能大家有聽過 空氣盒子是一個很便宜的 一台大概不到3000塊的 一個PMNL或者其他空氣的兩色氯氣 那這邊的超過2000個點 沒有任何一個是公家的預算所採賣的 都是所有的公民 包含一些環境教育的小學 或者一個人家的自己家的陽台等等 但是這樣子的兩側不是只為了自己的兩側 而是它公佈到中研院的這套LARS 這套系統 然後又由居領密的臨時公觀測網 去做一個視覺化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不但解決了自己的問題 就是說環保署的策展離我太遠 我想知道我今天到底要不要帶口罩出門 而且我們也解決公衆的問題 就讓大家一目兩然就可以看到 台灣的這個數位落差 不是台灣的實際的這個空氣的狀態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每個人都覺得說 我們加入這個社群 是成為比我們更大的一部分 這個就是政治就是集體行動 而且它會造成一個政治壓力 因為如果環保署的機器是一個數字 你的朋友的機器是另外一個數字 你的朋友的影響比較近 就算環保署比較精確 你也會相信你朋友的數字 這個是很神奇的 所以我們在旁邊的很多國家和經濟體 我在聯合母相關的周圍 分享這個案例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非常的莫名其妙 為什麼台灣會容許兩三千人 用社會運動的方式 自己去取得這種空氣的品質 在他們的這些國家 不要說兩千人了 到二十人就要插水表 到兩百人 那個領導人就會被約談說 你們要加入政府嗎 那如果不加入政府 可能就會消失了 那這個是很切實的 那為什麼台灣會面對這種公民科技 是採取一個 那如果就加入的一個態度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的政府的公信力 其實經常比不上人間大的 比如環團 茨基 喜愛爾等等的公信力 因為他們從1980年就開始累積公信力 政府是從1996年才第一次主通直選 所以我們的公信力其實 常常比不上社會部門的朋友 所以社會部門的朋友 一旦有這樣積極的時候 我們政府是保持著一個 真的大部分就加入的一個態度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回答這位朋友的問題 就是你就不管 政治人物到底承諾什麼 你就自己集結起來 然後讓政府不得不 大部分就加入了 那他們像說我們 透過民生或公共互聯網 這樣子一個計劃 我們就去問大家說 那大家覺得哪裡很缺 比方說很多朋友覺得在工業區裡面 可能最有污染 可能不一定 但是他們覺得最有污染在這些地方 在工業區他們的創新區 在那邊掛了一些額子 但是政府可以啊 因為裡面的路燈是我們的嘛 所以我們就把合金額子 掛在路燈上面 那就可以有工業區裡面 即時的這個污染的這個狀態 那或者又有朋友 想要去區分境內跟境外的污染源 所以呢 又有朋友想要在 湖湖北邊去加一個 攻擊額子 就是非常困難的 就算你用無人機去 飛一飛他們一點 就掉下來了 所以其實不太可能 但是政府也做得到 為什麼不用加離岸風機 剛才離岸風機加在那裡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讓離岸風機 我們這些廠商說 你一定得掛給國際額子當他 所以大概就是我們 不去跟大家去搶那個正當性 搶不過的 但是我們透過去補上大家的步驟 去盟取一部分的正當性 然後呢 在這些全部都放到我們的國網中心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高速網路計算中心 民生公務聯網林的生活 我們甚至還跟成功大學的朋友 做 他們會有時的也是就做一個snapshot 然後把所有這些數字 放到分散市場的燈上 蘇生區塊鏈上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就算國網的電話再快 我們也沒有辦法在選舉前一天 去傳給大家的數字 我們本來就不會傳給大家的數字了 當然大家知道說 我們不會傳給大家的數字 那彼此信任就稍微多一點 所以大概就是說 你可以參與真實 你也可以獲得甚至比真實人物 更高的正當性 就是高民調 只需要去做到類似像真實人物 這樣子的激進行動 而且你還不需要空口外號的開票 所以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當真實人物 有20位朋友們問說 既然學歷或者徵兆不見得能夠代表能力 那麼要如何打破文憑的迷思 這個情況是有點想上觀臨 就是怎麼救救我們的上一代 這樣的問題 因為又到我們這一代 大概大家都理解到說 文憑其實意義評估真的非常大 那最重要的是你的作品級 其實很多現在公司在徵才的時候 他們說如果是軟體公司 那他就會去看你在GitHub上面 有什麼創作什麼東西 如果你是設計師 你當然就是要帶你的Portfolio等等 就是說大家最在意的其實是 你之前曾經為整個社會 或者環境或經濟創造出什麼樣的價值 這樣子的Portfolio的價值 對於我在做HR上面 絕對比一張證書要來的優巧得多 但是呢大學也不是完全用事處 因為大學就像我剛剛講的 是如果你對一個東西好奇 而你有缺乏這個資源的時候 大學會把對這個東西同樣好奇的人 把它聚集在一起 所以我們現在的學位手銀行 其實才剛剛改過 就是才剛剛三讀 未來的大學呢 其實它不一定要像現在這樣子 好像是一個線性的靈靈一個系 這個系就要讀四年 除非是轉系啦 這個人比較少 那讀四年 讀了四年之後呢 好像這四年中間 我們還不特別去離開 然後這四年之後呢 你就是還有讀研究所 增加兩點等等 我們未來呢 不會是 一定是 習近習出 它可以願景願出 願景習出 跨校修課 所有這些就是 圓端啊 取得學分啊 這些都已經鬆化了 意思就是說 你可能剛進來的時候 你對某東西感興趣 然後呢 就像我一樣 你可能學了一兩年 你就跑出去創業 或者加入 或增加什麼職工團體 然後之後你發現 你需要一套 完全不同的 這樣子的知識的選擇 因為你已經有一個 自己想要解決的體驗了 你又回到大學來 還不一定是同一所 但是假設是同一所 肯定是在不同的學系裡面 繼續累積你需要的這個努力 然後呢 又再去應用 然後又再回大學 又再回大學 這樣子你跟大學的關係 就是一個平等的關係 就是隨時你想要什麼資源 那你的大學就提供給你 那你拿到的那個畢業證書 也不是公共系的學識 事實上你拿到的那個畢業證書 會比較像遊戲裡面的技能數 就是你點了這個技能 這個技能 這個技能 加在一起這些學生 加起來變成你的學位 而且 教育部也特別說 如果你這些加在一起 到最後 對於社會 或者對於環境經濟 有所貢獻 你真的做出了作品 那這個作品就已經 第一個措施學位 所以你就可以拿這六年來 不斷的這樣子應用學習 應用學習的 這個結果去申請 甚至是國外的無視學位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讓大學 stay relevant 就是讓他在終身學習上面 不斷的跟學習這 互相加起來關係的一個方法 所以這個文憑迷思 我覺得重點並不是說 你不能拿到最後這一張技能數 這張技能數也是蠻有用的 而是說 你不一定要綁在 同一條這個技能裡面 這個四年的時間 都不去做應用 是這個部分 這個迷思加以大破 當然即使是以目前的宣誌 我也了解到很多學校 已經在做大學社會的責任 已經在做高校省根 已經在跟這個旁邊的社區 產生前四萬元的關係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打破文憑迷思的方法就是 不要再有一種 好像你就是一定要 就是12年國教完之後 一定要馬上練大學 即使你要練大學 也不一定要線性的去年四年的 同一個細塑 就是這種線性升學的這種概念 一旦打破之後 我覺得文憑本身 並不是一定是一件壞事 有師傅有朋友想要問出 社會創新是目前重要的政策 請問目前有哪些 具體的推動的方法 這也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目前在行政院裡面 我們大概做的事情是說 我們有一個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這個行動方案它有一個特色 這個特色就是 政府全力支持 然後決戶主黨員 那這個是跟一般由上而下的 這個政府是非常不一樣的 我們的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大概就是把 以及那個社會企業行動方案 它的關懷的點在進一步的擴張 我們知道社會企業是 你透過一種創新的商業模式 然後解決社會問題 然後跟整個社會有所交代 但是我們後來就發現說 同樣是在解決社會問題 而且對社會有所交代 就是所謂的有mission 然後又有measurement的這些 那不一定是公司 不一定是合作社 也不一定是盈利或非盈利組織 它可能是一所大學裡面的一個三個學生 它也是社會狀行組織的一部分 也就是說 我們不會像以前那樣子 好像一定要在公司 合作社協會 基金會 我們應該沒有很多別的忘記的 這個儲蓄不住社 這個有限額獲 反正這個各種各樣的組織型態 我們不會再去分分別的 各樣的組織型態 好像每一個是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 透過永續發展目標 一次的讓所有 不管在做哪件事情的人 能夠告訴大家說 我們就在解決 17校永續發展目標裡面的哪一個 所以我們目前的這個 就是主持的這個方式 就是由我來擔任這個 畫部會工作平台的一個主持 我們跟以前的社企房的最大的差別 就是把價值培育跟國際連結 這兩個部分加進來 而且是給它非常多的資源 特別像是國際連結 我們有一個網站叫做 si.taiwan si.taiwan.goe.tw by the way 我們這個是一個 也是一個很創新的 就是因為我自己在演講的時候 常常會被問到說 我們這個就是台灣 某一個重大政策 到底有哪些這個 就是一致性的這個 書題啊等等 那所以呢 每一次我被問到的時候 就是我不知道這個 好像說台灣的AI 有什麼一致性的這個政策的時候 我就會去 會去要求這個 行政院裡的這個公務部人 幫我弄一個網站出來 那所以像以前 Google AI台灣的時候 其實會找到 科技部的經濟部的 各個大專院所的 等等等等 事實上對一個 國外的朋友來講 他根本沒有把一幕了然的看完 那所以呢 我們當時就說 好那我們就來做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就是一次的 把所有台灣各級政府 各部位 所有AI的政策 全部搜集到一個地方 而且我們很作弊 就是說我們跟外交路界了 台灣.go1.tw這個網域 所以呢 你不管怎麼樣 Google AI台灣 我們一定都排成第一名 因為我們的網域 就叫做AI台灣 好 那所以這個 只要一天進去 你就可以一次的看到 所有的部位 在AI發展場面的 所有相關的政策 等等 那我們有相同的東西 也在 BIOLAND 就是我們的生意產業 BIO台灣 我們的初衛政策 SMART台灣 等等等等 大概都用相同的方式 剛剛講的 民生公共物聯網 就是CI台灣 所以這個就是 不會再讓其他的這個 地方政府 或者是 都不會覺得 好像各自圍著 這些都有一個 一戰式的 讓大家介紹的 這個網路 所以同樣的 我們的社創 也有SI台灣 Social Innovation 所以大家就可以 一目了然的知道說 每一個不同的縣市 它現在最關注的 永續發展目標是哪些 同樣的 你還可以在這個 中研會裡面去做減還 然後呢 你就可以一次看到說 這個地方 它出色 就是社會創新相關的組織 到底是什麼 然後關注的 到底是 責任消費與生產 消除飢餓 合併正義制度 等等這些部分 簡單來講 它讓組隊打怪變得 比較容易 就是你可以去 這個社會創新資料庫 挑你想要感興趣 想要解決的 這個永續發展的問題 然後呢 讓你所在的地方 讓你就很容易的找到 跟你制動道合 不管它是什麼組織型態 去做這樣子的資源 那如果在這裡面 這個組織剛好有產品 或者服務的話 那我還會幫你做一個很漂亮的行路 然後確保你在各大公路都可以買得到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任何人只要買到300萬 任何公司只要買到300萬 我就會跑出來頒獎 這個叫做buying power 那所以我們的這個buying power的logo 就是這個 就是台灣團實力的這個暖風扇 就是這樣一個logo 所以以後大家如果看到這個logo的話 表示說這個產品或服務的生產者 他能夠講得出一套論述 就是他收了你的錢之後 這筆錢會怎麼樣去創造 關於社會環境和經濟的公共利益 而不是只有他的物貿和利益而已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社會重新上面 一個很具體的政策 當然除了就是在教育、輔導 或者是剛好講的這個國際連結之外 我們還會不斷的辦會 所以我們在上個禮拜才剛辦完 亞太設計公公會 那在亞太設計公公會裡面 這個因為大會的資訊在網站上都有 我就不一一列舉了 但是我特別想要講的就是說 除了這讓我們自己知道 但是國際未必知道的社會創新的團隊 像我們做很多循環經濟的春節脫離 大愛感恩等等這些 我們一次讓國際的朋友們知道之外 我們還有辦所謂的社會創新合作獎 就是我們不是只讓一個問題或一個個人得獎 而是他們越跨部分 越不可能的合作 越一起達到有學目標的合作 我們就越優先的去讓他得獎 所以我們這一屆的第一名 Special Jury Prize 是印尼的 Sigle Day One Fashion Village Lab 就是在印尼的一個叫做 Bandon 的一個地方 是很多的做時尚的生產者 在那邊去生產這些時尚的品牌 但是他們的化學的污染物 破壞了當地的環境 所以他們跟荷蘭那一家研究機構合作 去把這些污染物重新回收 然後up cycle 循環做成更時尚的這個飾品 這些東西 然後組成一個合作社 然後一起去重整他們的這個在地 這是地方創生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當然台灣也有很多人得獎 像家樂福跟動物社會研究會的那個合作 就是讓就是產蛋的蛋機 不要再灌在非常小的這個格子籠裡面 這個合作也得獎 那反正這邊有非常多的例子 大家有空了嗎 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我們目前的做法 就是具體的去把國際關注的事情 跟台灣這邊的能量去進行對戒 然後所謂台灣can healthy 就是台灣的暖時令 有14位朋友們有一個追問 說投票指南提供了人民的管道 看清楚候選人跟他的政策 但是老一輩的人並不習慣 甚至不懂得使用這些資源 而被各種不識訊息所誤導 請問讓老一輩的人接觸諮詢 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 我自己跟我的這個長輩們是 有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四老就是 外公外婆我媽媽都住在淡水 都在這個外公101歲 那我每兩個禮拜 就一定會去看他們一次 然後每個禮拜 一定會打電話或者是去視訊 簡單來講就是 他們跟我是有非常完整的 這個年代關係的solidarity 絕對不是只有過年三節的時候 才見面 那所以像我上次在公投的時候 因為我阿媽爺爺都是 前程的天主教頭 所以他們就會從我們的教會 到很多小卡片 可能你們的長輩也會拿到類似的小卡片 那這些小卡片 當然是裡面有一些 就是不深的事實性的資訊 那但是呢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都會見面嘛 我們也都會發電話 那所以我阿媽就會跟我進行討論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會 就是同理他的這個想法 但是也把一些可能 比較真正的部分 我們像說公投小弟 真的沒有超越憲法 之類 去跟阿媽去進行這個論述 進行討論 那在這樣子一陣子之後 最後這個投票那一天 他就決定他就不去領紅投票了 他就只要就是投人就好了 那所以無形之中 可能也解決了不對的一些問題 那他問得如何 就是說 這個告訴我們說 其實 長輩也好 晚輩也好 去影響一個人的意見 基本上就是 你要跟他足夠親密 那你要跟他有足夠 有信任感的關係嘛 如果這個 他跟你 沒有這樣子高頻率的 高頻繁的彼此對話 只是每天這個貼近 還有一個貼土 那你當然就不要想像說 你可以去影響他 因為他大部分的事情 可能是他的朋友 他的教友 或者他的其他的朋友們 那並不是說 宗教本身有任何問題 宗教是很棒的 其實我從小這個 就是在阿媽的代理之下 也是念玫瑰金 也是對天出牆 有非常好的印象 但是就是說 他會無形之中 形成一個同文層 就好像是說 在這個同文層之外的 他就比較難以理解 因為在同文層裡面的 用相同的詞彙在說話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比較難去理解到說 在我阿媽的那一輩 他們聽到婚姻 想到的是牧師 想到的是正婚 想到的是 就是 跟不同的民族信仰不一樣 可能然後命婆 什麼之類 但是五根儒位是儀式婚 就是一個盛大的儀式 但是到了我們這一輩 或比我們年輕的朋友 聽到婚姻的時候 已經完全不是這個想像了 聽到婚姻就是覺得 就是去不正式入圖登記 因為在2007年的時候 遺失婚改成了登記婚 所以在那個之後 我的朋友對婚姻的想像 跟在此之前的朋友 對婚姻的想像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就算你走進公投的 坐票廳 看到同樣的字 你腦裡的浮起來 都顯然是不一樣的 這件事情 真的只能透過 有不同生命經驗的人 彼此之間互相印證 互相確認 所以大家看到像 什麼字的時候 到底是不是同樣的想像 那當他聽清楚之後 他才能夠比較綜合的去判斷 所以也不要一定以為說 長輩都是不實資訊 他的可能是真實資訊 只是他那個年代的真實資訊 然後在他的腦裡的那個 會去還沒有停掉 所以就是你要幫助他 按能夠重新整理 那這件事情其實 只要你跟他的關係 足夠前進 只要你跟他 足夠想毀滅 其實並不困難 所以我的具體的建議 就是多別被老人家 我想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有12位朋友問說 現在已經是網路學習的時代 我們現在還需要上學 在網路地 我自己覺得是說 知識大概分成 兩種不同的區境 一種是理論式的 就是說你透過抽象的方式 理解一個東西 然後透過實踐去瞭解它 那但是另外一個是操作性的 就是說 就算你看了再多的 怎麼就是煮菜煮飯的理論 或怎麼有用的理論 把你丟到水裡 你也開始多有用 就是說有些事情是你要透過 不斷的操作 你才能夠內化這樣子的知識 變成praxis 就是變成實踐 那所以在前面的這個部分 就是抽象的部分 我想大部分人都同意說 我如果覺得在YouTube上面 看到一個很好的老師 那比朋友的這個老師 到我面前教我 可能還要好 因為一般人是不會忍受 說你講到一般 要他回去重講 暫停 然後再快轉 然後之類的 他大概是受不了的 但是在YouTube上面 你可以很容易的 去做這樣子的操作 所以只要是知識性往後 大概都比實際的往後 跑到你的家裡 大概好得多 好 但是如果是後面這部分 就是他需要實踐 操作才能夠理解的部分 那個我覺得在一個 共同的空間 當然它可以是VR的空間 但是在一個共同的空間 還是有必要的 因為我們就是透過 透過去 我們像中老師打一套 這個太極拳 你透過理解到它的實際狀況 透過你腦裡面的 可能MIRROR 這些東西 去體會它的身體情況 然後你跟著做一遍 這樣子的情況下 這個東西就變成Social Object 就是變成你跟它 共同的一個社會物件 在這個過程裡面 知識才慢慢的變得 越來越厚實 而不是變成好像 只是去抽象的了解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實踐的部分 包含怎麼組織 怎麼一起討論 怎麼找到共同價值 這些部分 它一定要在共同的場域 才能夠發生 至於這個場域 你要不要把它叫做選項 還是把它叫做 COVE IN SPACE 還是把它叫做什麼別的 我覺得倒不是重點 重點是說 這個場域它必須要 足夠開放 足夠讓人能夠去試 各種各樣的方法 而且在這個場域裡面 不一定是誰說了算 而是說 每個人帶來自己的方法 基本的時候 都變成這個場域裡面 的一個添加的一部分 那只要有這樣子 一個場域的營造 一個OPEN SPACE的營造 我覺得就可以去 讓這樣子的知識的累積 變得在實踐上面更加厚實 那其他的部分 當然不妨 透過非同步的方式去學習 所以當然 現在大家講不多學習 其實很多都是講非同步學習 但是理論上 像我在 即使入閣之後 我都還要在大學 教 我們講說 怎麼在虛擬空間裡面 去進行民主討論 那所以我也會 互因爛的裝置 去把不同的教室 疊合起來 那之前 我有把杭州跟高雄的 兩個教室疊合起來 他們分別去建模 建模之後 我仍在台北 把所有這些模型 放到戶口 再彰化了幾方 然後呢 我只要一戴上第二眼鏡 各位所有都還坐在這邊 但是空的位置 就冒出另外一個教室的學生來 所以就是一種 這叫什麼 陰陽炎 這樣子的一種情況 對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 我們就可以把各種各種的 教室疊合之後 但是有一種我們在同一個 虛擬空間的這個情況 當然這樣子的情況 也算做是一個上學 因為即使它是 我把我的3D掃描的這個人像 傳到各種不同的地方 但是大家還是可以 meet eye to eye 但是在這個虛擬的 上學的空間裡面 我覺得有一個好處 就是當我在教小學生的時候 我有跟小學生能活動 這樣的方式的活動 我會把我的虛擬的這個人像 變成跟他們的身高一樣高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就會非常容易的覺得說 我就是另外一個 就是跟他們一樣身高的人 他們不會覺得 好像一階階 就必須這樣子抬頭看我 所以我們就可以一起討論更多 就是關於他們 切身環境的這樣子一個主題 所以我覺得這一部分 就是VR跟AR 在教學上的應用 我自己是非常看好的 因為只有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才能夠用 我們能夠十五的角度 去看一個建設案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共同空間是必要的 你要辦法教學小事 這一點會一回事 未來透過我們 尤其在5G的時代 也許可以透過VR來 幫你這件事情 但是在目前 如果這裡只是一個 二維的螢幕的話 那它的非同步的舞台 跟同步的舞台 還是不能完全取代的 有十二位朋友問說 請問在這些人的教育改革之下 台灣孩子們的創造力 真的能夠有所提升嗎 我覺得當然可以 我覺得教改 就是for all its drawbacks 但它有至少解決了一件事情 就是不會再覺得說 一定是特定的 無力免疫管 用特定字體印出來的 某些東西 在老師的某些特定的音調 在某些特定的時間 的情況下 就算你心裡知道它是錯的 你還是得說它是標準答案的 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教改 多多少少是讓老師的這個權威 他從這個當時的這種 由賞而下的威信 不是那個傳訊的軟體 就是威信變成了這個誠信 就是說老師要很誠實的分享出 那這是我了解的事情 那我目前學習到這裡 那但是因為知識不斷的進步 所以我們可以一起去進行分數 那這樣子的一種 以學習成為主題的這種想法 在教改 不知道更改多少次之後 至少現在大考中心 真的已經我覺得已經轉向 變成用這種素人導向的方式 來進行就是評量 那這跟我自己當年是 就是臭學的時候是完全不一樣的 當年是不但是要死背 而且是就是 就算你知道它是錯的 而且這個所有人都知道它是錯的 但是還是必須要每個良心去做一些 尤其是在地理跟歷史上 那所以我覺得說 在這個情況的感染之下 大家獨立判斷的能力 真的是都增加了 那創造力本來就是奠基在 每一個人看世界有不同的角度 而這些不同的角度 又給彼此溝通上面 所以我覺得 早上很多朋友跟我說 這個台灣的這個競爭力怎麼樣 那我是覺得說 台灣在國際上面 你看創新 我比想說世界經濟論壇 台灣是四大創新國之一 台灣作為一個經濟體 作為一個實體 在各方面的競爭力都是很強的 但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們不去特別強調 人跟人之間的競爭 叫來折落出來的每一代的小孩 都越來越去強調人跟人之間 組隊打國外團隊合作的能力 而越來越去淡化那種 一個人靠100分 然後就好像 旁邊99、98分的都是爐蛇 的那樣子一個情況 那所以我覺得 這樣子的情況 其實是對 團體的競爭力是不利的 因為我們真的出社會之後 大概都是跟旁邊的人 要協同合作 都不是把別人猜下去 所以當年在教改前的這種 線性的飲食教育 我覺得是對競爭力 國家的團體 競爭力非常不利 那我覺得這一點 教改可能有各種各樣的外處 但是在這一點上面 我覺得是做得相當好的東西 有12位的朋友們問說 為什麼在台灣難以推動社會起義 在2017年台灣只有兩成的人知道這個概念 不過這個我就請這位朋友 稍微清一下腦力的快取 因為我們最新的社會創新大調查 才剛剛出來 所以我們就來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發現 這個已經有30.6%的人 提過社會企業 而且才過不到兩年的時間 所以這表示我們這個社會創新推動動案 可能也有 可能也不捨 就是很自然的大家會 把這個概念告訴大家 請問問 總共的問數 我們到底做對了什麼 我們怎麼能夠 那麼快地去增長這個認知度 確實在以前認知度低 是最大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現在 我們有相當好的理由去相信說 未來只會越來越多人聽過 可能再過兩年 這個數字就已經過半了 過半就到表示 它已經進入主流的論述 它不是一小錯人 同問存在那邊弄 而是大家都了解到說 如果你是一家公司 你的社會責任還不夠 你可能要告訴整個社會 你的Mission 就是你的社會使命 如果你是一家非營利組織 那也許你要能夠開發出 更多的產品和服務 讓整個市場都能夠跟你 互相借強 就是從這兩邊 向彼此靠近 那這件事情 其實大部分人現在 是統一的 那為什麼 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 好的現象呢 我覺得有大概兩個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們時機去調查 就發現說 社會創新的團體裡面 尤其是他有這個 服務或者產品 就是開始賺錢了 但在以前 大家聽到做設計 常常就覺得是要沒錢的 但是我們現在就發現說 損一兩平跟盈利的 加起來 已經是接近七成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至少不會虧錢 然後 同樣的 我們做整齊追蹤的話 有盈利的這個帕數 也是有增加 現在已經26.3%了 那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以前都是靠CSR才購 就是大的企業 逢年過節的時候 想要設計 稍微採購一下 或者是說 一般的個人 碰到一個什麼 站啊 吃情況貴的時候 稍微採購一下 但是我們從去年開始 已經是供應鏈採購為大眾 意思就是說 它已經整合到 一般的供應鏈裡面去了 就是你買了一次之後 覺得這東西真的不錯 然後就願意把這個東西 變成供應鏈的一部分 當然這也是有國際上面的 綠色經濟循環經濟都推破住來了 像後來這邊就指明說 因為我只要再生能源發的電 那這樣的話當然 就只能賣它 再生能源發的電 那當然還有很多 這個 就是總體經濟的因素 但是我們如何 願意來透過有續發展目標 來去進行社會企業的人 是正在面多 而且裡面 我們也很高興的發現說 雖然目前還不是這個性別完全平等 在社會企業的發企業裡面 但是要好遇到一般中小企業 女性的發企業只有三成上下而已 所以事實上 這上面的平權 我們也是做得比較好的 所以總體來講 就是說大家比較能夠參與 又稍微已經有一些賺錢了 然後在大企業的角度來看 也不會覺得好像排斥社會企業 他們已經變成供應鏈的一部分 所以這現下在一起 我覺得在台灣推動社會企業 已經比兩年前 我剛接社會企業這個任務的政委的時候 已經容易有非常多 所以就是跟大家更新一下 道理的關係 有十二位朋友想問說 請問在這些呢 這個事情有 有十一位朋友能問說到 是如何看待台灣目前的實驗教育 我覺得實驗教育算法當然是 歐時代 在整個亞洲其實還有 比台灣更好的實驗教育環境 我們目前已經有 所以我們到大概五十的學生 可以進入實驗教育 實驗教育理論上 可以一路慢到大學 那這些都是我們在實驗前很難想像的 那我覺得實驗教育現在 也面臨一個轉捩點 就是說 我們在做一零八課當的時候 我們是去看這十年來實驗教育 那些沒有做好的 實驗不一定都成功 有些失敗的 就是國外的交代照反 大概也不一定能work 那這些我們當然比開 那裡面好的部分 就是素雅導向 生活教育部分 所有這些高中階段尋求 所有這些加深加寶的課程 所有這些部分 就是實驗教育裡面對的部分 我們覺得 實驗出來真的難過所有的部分 我們就參考 然後還加到這個國民教育裡面 所以現在就是說 不一定你要走實驗教育的路 你也可以挑一個 你的學校的課發會 跟你的理念相似契樂 然後你說服那個課發會 去開哲學課程 或者去開電競課程 像很多人開電競課程 但是不會如何就是說 去就是 因材實教 按照學生實際的興趣 去達到 作為一聲音課表的這樣的境界 但是如果 外型教育就是國民教育 都能夠達到這個境界 那我們還要實驗教育應該是什麼 這個就是現在實驗教育界 想要回答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是說 我們還要進一步的去實驗 更加 就是更領先群論的教材教法 確實有一些很重要的講座 或者是說 他要去甚至去做一些跨文化的事情 因為我們在12年國教課程裡面 對於跨文化的部分 也不能說完全沒有 但是畢竟還是沒有 把我們最近幾年的 原住民族教育法 我們的國家語言發展法 等等這些精神完全融入 因為我們現在做完總黨 這些東西才通過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很多 原住民族的地方 他們就是運用實驗教育的方法 去做全族的教學 甚至於把數學課本 把所有這些課本 都不是用害人的觀點 而是用他們祖人的觀點 重新去編織一次 那這個部分 我們當然就是原民會和文化部門 教育方也是全力去支持 所以現在實驗教育感覺像是 他在文化上面去做創新 不是只是在教財教法上面去做創新 我覺得這個也是 實驗教育一個很可惜的現象 當然理論上還有實驗大學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 最後實驗大學出來會辦成怎麼樣 但是這個也有機會去讓高教 也能夠像當年國教一樣 去參考實驗教育裡面好的部分 然後會來inform我們的高教政策 有十位朋友們會說 社會創新一般的解釋是說 用創新的方法來解決社會的問題 那有沒有其他的解釋 是讓社會大眾更容易理解的 關於社會創新這件事情 我們無個人要如何起頭 才能解決社會問題 我覺得社創它不一定需要 專門去提出這個名詞 社創它之所以 為什麼把它提到這個一個國家行動方案的目的 就是因為說 產創就是5加2產業創新 它裡面能夠讓一般人參與的部分 相對來講是比較少的 就是你是必須要是這些產業的從業人員 才能夠參與產業創新 但是社創因為它的目的是改變大家 對某一件事情的理解 去改變人跟人之間互相的關係 這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好比像說 如果你現在都是吃肉 你禮拜一就不要吃肉 專門吃素 這個就社狀了 就是說 只要大家一起願意做一件事情 做一個倡議 改變我們平常生活的某一個方法 然後你可以證明說 這個方法能夠對整體社會有所幫助 好比像說 可以減量多少文室基底之類 這樣子的情況下 它就是社創 所以社創的好處就是說 它的開始的門檻是比較低的 你不需要去投資研發設備 你不需要去請一個什麼專領去做什麼事情 你只要有一個起心動念 而且你願意說服方面的人 說大家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大家都會有過目的利益 這樣就夠了 那這樣子的話 社創它在傳播上面 它的理念的傳播 就會先進於它的產品或服務 但是當然大家都擁抱這個理念之後 這樣子的理念的產品和服務 就是所謂社會企業 就會開始比較容易生根發揚 因為很多人會認明這些東西 這樣去購買 或者按照我們可能的社會大調查 大家都會願意付到 比這個錢更多 比一般市價多百分之十的這個方式去購買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不一定要去提出社會創新這個抽象概念 這個只是我們在公部門裡面 需要各個不同的部分 彼此對齊的一個方法 不要擁抱這個 無名是剛剛講的這些 永續發展目標裡面 任何一個具體的目標 比像說你在意氣候連錢 你在意接近的水資源 你在意這個循環經期 負責任的深層消費循環 達到零廢氣的這個目標 不管你是要零廢氣、零塑料、零排碳、零紋 還是什麼其他別的東西 大概在永續發展目標裡面 都找得到跟你吃取相同的部分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去考慮這個 而不要去考慮社會創新 因為你去考慮你所在意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自然就有捲動社會的力量 當你捲動社會 好像說一個15歲的高中生 捲動社會去說不要再用塑膠吸管了 到最後你就拿同個社會創新 但是你不需要特別去訪問 社會創新的這四個字 有十位朋友們問說 如何讓自己有創新的想法 而且這個創新的想法可以被肯定 而且跟實際的環境有連結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如何讓自己有創新的想法 每個人的做法是不一樣的 那我自己的做法 大家就挺挺就好 因為每個人做法真的不一樣 我自己的做法基本上是說 我每次碰到一個比較困難的結構性問題 我就先去透過方談 或者是閱讀資料 或者什麼樣的方法 去了解每一方面的不同方面的見解 那麼我會期許自己 到達一個能夠 take all the science 的程度 就可以幫你一邊去辯護 看起來大家可能有一些 相持不下的一些立場 這個就是像這張簡報裡面的這個狀況 很多公共政策的題目都是這樣子 就是說大家會覺得說 可能經濟部在一邊是一個省結 可能環保署在另外一邊是另外一個省結 然後兩邊都有各種不同的一體團體 在那邊拔合 那我們很可憐的那個文官系統就是中間那個手子 然後就是外面看不到 甚至要承受全部的壓力 那就是通常我們在行政策的女人工作的時候 在寬步回整合大概都是長這個形狀 那我自己有創新想法的一個前提就是 我會在每一個這個厲害關係房 都把自己能夠準備到能夠幫他們辯護的程度 所以take all the science 然後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呢 我就什麼都不去想 也不去做決定 然後我就睡覺 然後睡覺的時候呢 就懷抱著跟問題相處的這個感覺 那這個感覺呢 它自然在睡夢之中 就會浮現一些靈感 那這些靈感就是 大家有各種不同的立場 但是因為做夢 這是一個很安全的一個物件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慢慢就會浮現一些 對大家都不壞的一些解決方案 然後就會想到說 你有一些共同價值 大家是互相統一的 也許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共同價值 就是來切入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 好比想說 因為這個禮拜這個題目太好了 所以我都一直想到這個例子 就是我們之前有請護家 然後跟伴侶工 然後跟這個幾個 這個平常政風相對的一些團體 然後一起來探討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是什麼呢 就是文文的女性 單身的女性 應不應該有 沒有人工生質的這個權利 因為目前人工生質法 是排除單身的女性的 好 那這個問題 你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看 而且大概都各自有各自的立場 而且都非常的激烈嘛 事實上 但是呢 當時當我聽完所有人的立場 有些立場也是非常有道理 聲明是這個 就是不是他一個人的事情 是要社會接受等等 但是後來我就浮現了一想法 就是說 這個案子真正的利害關係人 其實不是這些人 而是還沒有出生的這個小孩 如果這個小孩 他誕生到這個世界上 是被社會所祝福所接受的 那這件事情當然就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他現在誕生到世界上 是不被祝福或接受的 那也不是他的問題 而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我們真正要問的是說 我們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 我們怎麼準備一個社會 到養一個小孩是整個社會的事情 而不是只是一個家庭的事情 那所以 這個才是真正的利害關係法 那所以就浮起了這樣一種想法 用這樣一種想法去問說 未來的小孩的利益 是以這個利益為依歸 然後問各個方面 因為忽然之間那些 大家在電視上面看到 這個張牙舞狀的 這些不同的人 也忽然之間都非常的文明 非常的溫和 簡單來講就是說 只要你把那個時間 放到未來 只要你把利益關係方 設定成 時事後還沒有出生的一些人 大家都非常願意 暫時放下自己的承見 然後去找到一些 想互之間可以互相重別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我們 比較多公共價值 那有的公共價值 就是保護 未來小孩的 跟社會融入了這個 這家利益 大家就可以開始想出一些 創新的解決方法 所以這裡面可能就是三件事吧 一個是說 對每個地方都能夠持有他們的理程 可以用得上 第二個是說 不急著去想判斷 尤其不要像好壞的判斷 你群我群 他群的判斷 那第三個是說 有一段足夠長的空間 然後比如說要睡滿八個小時之類的 那有的時候結構比較複雜 還要加班 就是睡個九個小時 那在這個時候 就是大概浮起來的概念 就是一個真正的社會創新 就是大家都可以參與的創新 所以我想重點是說 這個肯定跟實際環境 不是你腦補出來的環境 而是你實際去那些地方 跟持有那些立場的朋友們 實際相處一陣子之後 讓你的心裡有一份他們的copy 那這個時候 你的心裡有各方的copy的時候 自然這個創新就可以去產生 有時會朋友問說 在正院化部門整合的工作經驗 對之後大家進入職場 想推動創新的想法 有沒有什麼可以學習的重點 我加入行政院其實是有三個工作條件 而且都是勞務協商來的 所以我想第一個重點就是 你加入職場要懂得勞務協商 不然的話這個是很吃虧的 那我當時加入行政院勞務協商 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說 我在任何地方上班都算城市上班 就是說可以一人去工作 雖然當時媒體都報稱在家上班 但是我從來幾乎都沒有在家上班 我是尋回去台灣再上班 而且我在上班的時候 也不是我一個人在上班 我是拖著12個部會 就是大家剛剛看到 社會重新行動方案 他們只有很多部會 我是拖著他們跟我一起上班 這話怎麼講呢 就是 我這是天天花蓮 我就去一些高鐵沒有到的地方 可能南投的基基 花蓮 台東 甚至領導 然後去跟當地的社會重新的團隊 可能是社會企業 或者是合作社型態 PO型態 公司型態社會企業等等 去進行座談 但是我座談的時候 這是一個開放的 主資紀錄的上班 那他們提出一個問題的時候 不是只有我回答 而是在台電社中心 這12個部會的朋友 這邊丟了球 這邊就要接球 那因為台灣各地都有換屁 所以見面沒有三分勤 這個透過我們也有個兩分勤吧 總是他會看到這些 中央部會的官員 不是抽象的這個官員 而是優協優的一些人 他們也會看到 在地這些實際需要的朋友 不是A4子裡面的一些抽象的 統計數字 他們也是一些 有些柔柔的人 這個是很重要 那另外就是說 以前他 在地丟的球 他丟到他當地的進化局 進化局轉經濟部 經濟部又會說 這件事情我們要揮內政部 會揮服務 為什麼不 他每次揮的時候 就是一張A4子 然後揮到第三次的時候 就沒有人記得 當初本來的時候 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太過於抽象 那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也透過這種視訊的方式 才去解決 因為這個時候 經濟部就不能說 我揮內政部 內政部就坐他旁邊 所以意思是說 他必須要馬上轉頭過去 然後大家用brainstorm 用design thinking的方法 一起去確立一個 how my to be 就是我們要一起怎麼樣如何 解決什麼問題 當場就要把它整理出來 然後在十個工作天之後 我們對外公開的時候 就要提出一個具體的可行方案 所以location independence 就是透過一個虛擬的網路 當作工作常訴 並不是要大家在家裡 然後就盯著一鍋 而是說 我們透過各種各樣子的直播啊 這些科技 去把本來 互相不相連的空間 聯繫在一起 這個叫做 location independence 這是我入閣的第一個條件 那這並不是特權 人事行政總處 是有一個函數 任何公務員 他的工作 只要跟網路有關係 就不受上班時間跟避免的限制 只是知道這個行的人不多 敢用的人更少 但是自從我用了之後 就很多人就開始用了 所以同樣 如果你以後是勞工 是用勞基法的話 那就要記得說 勞動部也有一個園區勞動成 或者是無財保存成 2015年 我好不容易把它搬補起來的 所以那要多用 這是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願法三章的另外一個原則 叫做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激進式的透明 意思就是說 我主持的所有會議 我參加的所有的訪問 所有來找我bobby的人 大家都可以看到說 我當政委之後 我可能三千九萬四十七個人 會得我自己 一共講過十九萬三千九百八十二句話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這個東西 它不是 只是一般的文字的會議記錄而已 事實上我們每次的 社會創新的巡迴 所有的office hour 其實大家都可以來約我 四十分鐘的時間 每一個字 都全部都是在網路上 那這個有個好處 就是說 大家就不需要去猜 為什麼 我們社會重新的訪問 是這樣子制定的 為什麼我們中國 每天各頓 是這樣子辦的 每一件事情 在每一個人講的每一句話 它都有一個網址 那這個網址 是大家都可以在公開的講盒 去做分享的 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可以 任何人都可以來當政委 數位政委不是只有一位 是數十位 數百位 數千位政委 所以我常常就是 這樣子投出來之後 我就會收到PTT的站內心 或者我就會收到E-mail 或者是收到什麼私訊 然後就會跟我說 我覺得你哪一天判斷是做錯的 我看了你的這個主治稿 你用的法條有問題 你應該用什麼什麼樣的方式 來解決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當政委 那在這樣子 激進是很透明的前提底下 其實很多的公務同仁 才開始願意做創新 因為以前的情況下 長官都是不會犯錯的 如果有任何事情做得好的話 都是長官的公告 不是部長 就是政委受割 但是如果做不好的話 這個議員一罵 你都可以怪公務員 到時候公務員沒有做好 所以在這樣情況下 為什麼有人要創新 當然沒有要創新 但是這個新的這個做法 Radical Transparency 也做了 剛好這個就是對調 如果一件事情做得好的話 任何人 記者也要好 戀愛關係也要好 回來看柱子了 就知道是哪一位公務員 提出這個創新的概念 而且不是只有適落 事實上當時他球一丟出去 這個公務員一接起來 那這位朋友就會發現說 這個公務員真的有擔當 所以他也不會有問題 而因為這個 這一整件事情 是在一個 有逐次紀錄的情況下發生 每個人也有十年的時間 十個工作體驗時間 可以做修改 所以大家看到 都是公務員最專業的一面 就是對他專業 大家都已經改掉了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對公務員的信任 也增加了 那不但他更有效 而且更有信任 而且在中間 如果出任何問題 那因為這一套紀錄的原則 其實我能做 所以公務員都可以說 是他否能做 就簡單來講 就是我吸收掉風險了 那我吸收到風險 大家要Credit 事情又要解決 那這樣的情況 大家才有創新的這個動力 所以第二個 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透過Rating for Transparency 透過過程的透明 而不是只是結果的透明 你可以很容易地去贏取 你的厲害關係人的信任 而且你的壓力很危險 就不會執行你的客戶 或者你的廠商 他們也可以變成你的 專業夥伴 或者是工作上的夥伴 這是第二件事情 那在Location Independence 和Rating for Transparency之外 還有第三個 叫做Voluntary Association 就是我們一般的政務 在原本部 大概只有一個或兩個秘書 就是全部的目標 但是呢 我們辦公室也很特別 我們辦公室有22個全職的人 而且又有三十幾個健行者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變質 那為什麼能夠有這麼大的變質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當初我加入內閣的一個條件是說 每個部會 他只要願意自願調排到 我的辦公室的朋友 他就可以派一個人過來 每個部會最多一個人 如果一個部會還要排隊的話 他們就要輪掉 所以台灣也有三十二個中央的部會 理論上我們可以有三十二個同事 但我們目前只有二十一個 為什麼是因為有些部會沒有派人來 像國防部 我想會可以了解 好 那這部內如何 就是說只要他做的事情 是不怕人知道 只是怕人不知道的這些事情 像教育部 文化部 內政部 NCC 反正就是怕人不知道的這些部會 外交部 大概就會派人過來 那派人過來 這時候我對他也沒有什麼要求 搞急都他們自己打 但是我自己的要求就是說 你在做任何事情 你都要能夠讓所有其他人知道 所謂的Working out loud 就是公開的工作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每部會是一個不同的價值 我們在推動這些政策的時候 因為你是公開的 大家平等的這樣一個情況 你要說服其他部會 支援你的這個部會的工作 你就要挖坑嗎 要退坑嗎 要別的部會進來嗎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們自己就會產生出 叫做pring improvement 就是說 對某件事情有好處 但是不需要犧牲到任何人 那這樣子一種架構 那你就不需要 不像你要很英明的 不斷地去做裁決 那每次裁決 可能都犧牲掉一部分人的利益 就可以很容易做出這種 對大家都有好處 但是對事情都沒有壞處 的這樣一種決策形式 這個叫horizontal leadership 也叫做servant leadership 就是我是公譜的公譜 所以這樣子的領導模式 不一定你立刻就可以吵了 但是如果你有參加過像Costcom 或者參加過維基百科 或參加過Mozella 這些就是線上的開放園 或者開放文化的這些智慧的社群 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這種新的頻道模式 其實真的是比較勝利 有十二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面對中國處處的打壓 對於台獨跟台灣國際地位的看法 剛好我在華盛頓第四位 在簡報講這個 那我是不是花一點點時間講 那我大概五分鐘後 簡單來講就是 我對於台灣的國際地位的看法是說 我們在台灣 我們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告訴全世界說 我們已經不是以前那一個 獨裁者的台灣 我們已經不是以前那一個 在戒嚴時代 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 跟基本建設自由的台灣 我們也不是在剛剛民主化的時候 立法委員動不動就打錢的那個台灣 我們已經是在民主的創新 在永續發展上面 已經有非常多具體的貢獻的一個台灣 所以第一個回答就是說 我們跟AIT 有目前一起做一個項目 叫做數位對話 大家如果Google數位對話 或者Digital AIIT就會找到 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去問全台灣 甚至全世界 到底台灣在國際上面的自我領位 應該要是什麼 有什麼東西 是我們能夠讓全世界所知 而且所肯定的 所以像這邊有一位 異名的朋友認為說 他覺得 醫療島間跟救災 是台灣的一個熱色 那你可以統一或者你可以不同 當你還統一的時候 假設統一 好 那你的這個Avatar 就會稍微往我們地方 便利一點 那又另外我們有一個意見 你可以統一或者不同 所以目前他已經有 接近250秒 已經至少投了7次票 所以在這個上面 你可以看到 大家不同的Facebook 或什麼的頭像 在這邊分布 所以當然也是有分不同的配別 好比像說 右邊的這一群人 認為說 每次中國只要阻擋台灣 參加國際活動的時候 美國應該就去找 另外一個國際活動 讓台灣上台 讓他們知道 打烊是沒有用的 右邊大概都統一 左邊大概都分對 好 所以就是說 這邊當然有各種 不同分歧的一些看法 但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說 有一些事情 是所有人都統一的 好比像說 言論與機會自由 宗教寬容跟多勇 這些部分是所有人都統一說 應該當作台灣在國際上面 又別於我們同年的其他經濟體 等這樣子一個規劃 這樣子一個定位 所以第一個回答 就是說 希望大家多參與 這個我們每兩個月 會換一個題目 那在6月初的時候 我們會主持第一場對談 然後去把AIT的處長 或者我們外交部的司長 那也在部長 就是我們外交部長的 這個參與之下 我們會一起去講說 台灣在國際上面的地位 怎麼樣透過 這樣子的一種數位對話 去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然後也看 就是兩國的外交人員 可以怎麼樣去反應 對大家的這樣子的見解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 exercise 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告訴大家說 台灣是一個 真的是讓大家自己 透過討論行政共識 而且甚至連外交的原則 都可以這樣子透過的地方 光是這個討論本身 就跟PRC有非常大的不同 而且我們每一次都會看到 這樣子一個形狀 其實今天如果 我的演講 大家記得一張簡報 我希望大家是記得這張簡報 就是我們每一次透過這樣子的線上 大家對彼此的意見 贊成或反對 但是沒有恢復 可以按 因為有恢復 你就會做人身攻擊 叫人之傷 而且就是沒有恢復 可以按的情況下 你只能贊成或反對的情況 我們每次都會統計出 像這樣子的一張圖 所以我們如果只看 右邊的話 那就是在大眾媒體 或甚至一些社群媒體上 可能覺得台灣就是 在某些事情 意識形態上面 大家敲得不肯開腳 可是我們透過 這樣子的一個exercise 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絕大部分的人 對於絕大部分的意義 跟絕大部分的台灣其他人 是有相同的看法的 那也就是說 我們事實上真的是一個public 就是是一個共同體 那只是說 我們的媒體 發開圖的時間 在這個上面 但是我們可以先拿這個部分 變成我們的identity 變成我們對外交涉 對外討論 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這個意識的凝聚本身 就是一個我們叫做 Nation Building 就是大家有共同的價值 然後在這個共同價值裡面 形成一個Nation 所以這是對這個問題的一個具體 回答 那當然這個還有第二個部分 就是說 我們在 就是對國外討論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強調一些反差 話題上說 我在剛才有介紹的 眾議平台 這個眾議平台是 讓政府的一切施政 包含花了多少錢 包含開了多少研究案 KPNR成立多少對人民透明 但是用相同的這個 諮詢技術 在PRC那邊 他們是讓人民對政府透明 就是所謂的Social Credit 就是 你看了多少習近平思想 或者是說 這個 又發了多少 這個有關 錯誤的關鍵字的言論 簽證會加分 或者扣分 扣分 扣分夠到一個程度 就不能搭飛機 不能搭輪道鐵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它是 同樣的一個 諮詢技術 但它用作用的方向 是反向的 又或像我們在社會創新裡面 我最常用的一個方法 就是讓民間的創新者去說 法規已經跟不上時代了 那我們去約定用一年的時間 在一個法規紗盒裡面 讓這個創新者的創新去引力我們的法規 我們試一年下來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它就會來影響我們的政治決策 我它的這個版本的法規 就會變成我們的新的法規 當然如果過了一年之後 大家覺得這不是好主義 我們就感謝投資者付了學費 那接下來 大家可以用新的方法來進行創新 所以這個叫做 regulatory co-creation 但是當然在PRC那邊 他們是反過來 就是說 在每一個夠大的企業裡面 他們都必須要設立 共產黨和黨支部 所以是 不是由企業 或者創新者來引領法規的創新 是反過來由中央黨部 來告訴企業說 你只能做哪些創新 不能夠做哪些創新 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裡的重點 就會回答這個問題 一方面是 我們透過Nation Building的這些對話 來形成共同體的這個意識 你要不要把它交過態度 說真的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重點是 我們有一些共同認識的說 這樣子是台灣的特色 這樣子是台灣的價值 那第二個是說 這個並不是只講給自己聽的 而是說透過剛剛那樣的對話 我們盡可能讓國際知道說 台灣現在的形象 已經不是20年前的樣子 不是30年前的樣子 那這個我覺得才是重點 那其他的就是去區分什麼流派啊 去區分什麼這個這個什麼 什麼旗號啊 什麼之類的 那就是屬於就是最分級的 最右邊的那個部分 我自己的立場是覺得那個就從而不論 我們先把大家都有共識的部分 變成台灣的一個共同的價值 那有十二位評論會說 在經濟相較中國弱勢的情況下 如果解決台灣無法輸出不在優勢的困境 這兩回事吧 一個是說 我們如果是看購買禮品價的話 台灣並不比日本華亞國差 我們經濟並不是 就是以大家的實際的購買禮品價來講 其實PRC還要相當久才能夠追上台灣 那所以第一我並沒有覺得像中國弱勢 那但是文化輸出不在優勢 這個確實是這樣 因為我們旁邊的各個不同的經濟體 都正在promote他們自己不同的文化 那我自己覺得是因為 我們長期並沒有把文化當作一種公共建設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像日文的NHK 或者BBC或者是這些就是公廣集團等等 他們都會覺得說至少大家都認可是一個 有公共利益的 這樣子一個 不管是影視影劇文化等等這些東西 是值得整個社會 一起來投資去做的事情 台灣長期來講 好像是比較對看得見的硬體啊 資本本的東西 有這樣子的見解 就是該告訴國務之類的 但是對於文化的建設長期 並沒有這樣子的一個見解 所以我自己記得很清楚 2016年10月入閣 我們如果沒有多久 我們就參與了一場 跟主機總處的一場 辯論會 當時我們正在做前瞻基礎建設 特別預算的編列 然後呢 我當然是負責幫忙看 這個數位建設其中的一部分 數位建設就是 前瞻基礎建設幾大建設裡面的一致 那這裡面呢 我把我們當時正立軍部長 提出了一個很創新的想法 他覺得我們去用公式 用4K去拍我們與二的距離 算作一種公文建設 算作一種基礎建設 那這個主機總處是覺得 真是非常的荒誕的 這樣一種想法 因為第一個 它完全沒有資本本 資本本就是你買了一個東西 蓋了一個房子 就在這邊 你每天都可以看到 每天都可以用這個東西 叫資本建設 那你拍一部戲 它基本上都是進場門的支出啊 就是你找人獻劇們 找人演戲 找人見景 找人做什麼東西 它拍完就沒有了 那這個東西 到底為什麼可以叫做 基礎建設 所以當時我們就一起做了 這樣子一個 詳細的論述 這個論述是這樣的 第一個是說 它拍的這個過程 怎麼樣用4K的最新的技術 怎麼樣去進行 這樣子的 這個器材的調配 這個智障 它是可以公開的 這就讓未來 如果你想要做相關的 這些影劇的創作的話 減少很多自己去做開發 嘗試錯誤的這個能力 所以這可以聚合模型 第二個就是 在這個中間 產生出來的很多的數位模型 我們可以透過CC授權 把它公開出來 所以如果你要做任何 像教學的一些教材啊 或者是說你要 甚至自己拍一個電影等等啊 這些東西 你都可以直接在這邊 打開電源資料 然後就把他們在拍這些東西的時候 透過3D掃描的一些 模型庫 直接就把它拿過來用 而且你就可以非常容易 像如果你是像我一樣 做VR的 那我在德國 或者在接下來 在赫爾辛基啊 都會直接把這樣子 一套VR的模型 直接搬到他們那邊 然後呢 他們只要帶上VR 就是觀落銀啊 我就會出現 然後就在廟棚開降 就是說 這可以很容易把台灣的文化 帶到世界任何一個角度 所以這個部分 因為它有數位的共同的資產 所以它產生出來這個東西 具有公共性 那第三個 就像我們月二的距離一樣 它探討的事情 是這個社會 常常難以好好對話的一件事情 所以它可以促成大家的 公共對話的這個凝聚 這件事情 不是只對少數人的幫助 是對整個社會 所有人都有幫助 所以這個也有公共性 所以這樣它的題材 它產生出來這些素材 以及它產生的方法 都是公共的 那我們就說 好這個東西叫做基礎建設 即使它是資本門 那所以 當時主機從初 心不甘情不願 同意我們這一號 創新的見解 但是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我覺得真的很棒 就是大家可以理解到 說這個公共性之所在 所以接下來 像現在我們的採購法 現在採購法也算通過了 未來像這樣子的文化創作 也不再受這個採購 什麼最低價啊 低價標啊 什麼東西的限制 所以我覺得 慢慢的我們的文化 就會變成是說 大家了解它文化建設 也是一種建設 它的公共性 也是基礎建設 然後大家就會有一個 新的文化的 互相補強的神台系 而不是像以前一樣 然後經濟計較出 它到底短期之內 創造了多少具體必要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大的一個 準備 有13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誒 剛剛教您的介紹 這個知道政府公共努力 建立平臺 經濟民眾使用 促進社會公立 很棒 謝謝 但在你近日分享之前 大部分民眾會對政府面 資訊不了足 是否對廣宣傳不足 確實 民眾會政府在做什麼 那到底能夠改變什麼 當然一方面 面中文平臺 其實曾經上來過的人 2300萬人裡面 已經有大概500萬 其實不少 但是大部分人就是 看了一眼 或者是說 就是支持了一個聯署之後 就跑掉了 這個也是事實 我們發現 有時間在上面 待比較久的人 是M型 就是15歲上下 跟65歲上下 這兩組人是最有時間的 可能就是不用小心 就是工作的事情 所以就比較多時間來參加 這個公共的議題 很多那個連署的 就是領先人 大概都是15歲 真的很厲害 好 那但是呢 除了靠這兩組人 這個不斷幫我們擴散之外 我覺得重點 不是要大家來這些平台 而是把這些平台 帶到大家的日常生活裡面 所以這個 我們就有兩個回答 一個回答是說 我們各個不同的縣市 接下來都會透過這樣子一個平台 去做參與式的預算 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覺得你這樣 我們快要開一個公園 或是你旁邊的洛川應該要整治 或者應該怎麼樣 你都可以透過這樣子的平台 一起去決定說 預算到底要劃到哪邊去 所以這一部分呢 像台南市 這個接下來就會開始去做 這樣子的參與式預算 更不要說台北市已經結合這個平台 來做MOD 所以越走進這個 越小的自治單位 我覺得大家就會越覺得切身相關 這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它產生出來一些結果 好比像說 我們這個 在浴港 只要不打到漁船的建築 現在就可以開很多釣魚的地方 讓想要釣魚的人釣魚 因為這個也是連鎖丸的一個成果 可是 比較少人知道說 這是一個連鎖丸的成果 所以 除了我現在在商業之後 可能對社會創新 每三個禮拜有一次專案之外 我事實上也才剛跟蘋果日報 開始簽了一個合作 接下來 每兩個禮拜 大概就會有六百多字 去把最近這個透露公共政策 網路參與平台所產生出來的一些 真正的討論 可能五六百字就介紹給大家 那可能還會附一個超連結 或者QR Code 讓大家能夠了解到說 它完整的討論的過程是什麼 所以就是跟大眾媒體更加的去結合 我覺得是接下來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出版 出海口 那老師說還有五分鐘 那 有十一位朋友問說 如何運用政策來提高公民意識 以及提高媒體識讀的能力 我很坦白說 我覺得拍一個文與二的距離 就可以提升大家 非常多的媒體識讀的能力 因為大家都可以開始看到說 一個電視媒體 它後面到底是 實際上是怎麼運作的 所以我覺得這種 popular media 真的還是不可小看 這個真的是有光光加持 這是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覺得參與是最重要的 像大家對於這個資料 常常會覺得說 這個資料到底就是隱私啊 跟開葬啊 怎麼樣子說權衡啊 或者說資料怎麼樣管理啊 各自法等等 這種各種見解 跟我們後來就發現說 其實與其抽象的教肖還這麼多 不如直接就讓他去養育空企鱷子 他馬上就可以開始了解到說 作為一個資料的使用者 作為一個資料的守護者 一個故人啊 一個data steward 他到底需要進什麼樣子的義務 當他的這個教程出現問題的時候 他會不會對公共的利益出現一些傷害 他到底要怎麼樣去學到更多的資料科學 跟分析 來確保說他的這樣子的貢獻 對整個社會是有幫助的等等 那他實際累積出了這個資料 他要怎麼樣去透過統計的方法 去做有意義的評估跟分析跟計算等等 簡單來講就是說 比如說如果只是叫他 他可能還是不會聽到的 但是他一旦參與了 他就會覺得說 這是我自己的事情 那又或者像說 我們當年 現在因為是報稅季 所以我也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當年 正在兩年前 也有一位朋友 他在這個Jong平台上面 提了一個聯署案 這個聯署案嚴格來講 並不是一個點子 那就是負能量 他還說叫做 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 那其實呢 當年兩年前 確實你如果是用蘋果電腦 或用Linux 這個報稅軟體 真的非常難用 那在用Windows 多多少少都覺得 還算順啊 只是很醜而已 但是呢 在這個過程裡 就有一位設計師 叫主治員 那他在這個Mac上面 用起來非常非常不順 所以他就提了這樣子一個案子 那他大概就是 對於這整套東西怎麼做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概念 他只是覺得很安 那所以他底下那些留言 一整片高達8成多 都是負能量 都是說財政部長下台 官方這個官商勾結 所有這些東西 如果要說公民意識的話 都是非常酸 可能只有酸民意識 這個PH值都低過零了 那但是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平台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進行回應 所以當時的財政部的開放政府聯合人 我們在每個部會 都有這樣一組人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 快要上街頭的這些朋友 就是照著不是要糖吃啊 是要進廚房的朋友 要把他們要進廚房去 一起炒糖吃 就是從核酷的炒變火鍋的炒 所以這位楊敬恩專位 他當時就在上面直接回應說 所有在上面給財政部 培評指教的這些朋友們 都收到一張邀請函 說請你過幾個禮拜之後 到財政部的財政諮詢中心 我們一起來做新的保障軟體 他這樣子一個邀請他一發出來 我當然馬上在下面推完之後 他講的對我食堂 什麼之類的啊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說 這樣子一推出來之後 風向馬上將應轉 高達八成的朋友們都在提出 具有創造力 具有建設性的見解 只有不到兩成還在說 才是不留下的 已經沒有人理他們了 所以這件事情告訴我們 就是所謂要用光明意識 並不是一個人的素質 而是這個環境 我們要邀請他 來加入公共政策的參與 那當然有些人也許 他不住在台北 來參與部資訊中心 可能不是那麼方便 所以我們也是透過直播的方式 任何人透過slido 都可以去提出 他對報復軟體的見解 那我們也看到卓志遠本人 因為他是一個設計師 就是可能這個字體 稍微粗一點、細一點 或者這個行劇稍微少一點 他就會渾身不對勁 所以他看到報復軟體 一定是特別的痛苦 所以是在乎誰痛苦 所以他的做法就是說 他透過設計的這個 叫做服務設計的使用 這個旅程 這個方式 跟我們的引導師 一起去把報稅 開始 中間 結束的這個過程 每個人的行動 需求 通道的問題 跟情緒 全部去做判定 所以在slido上面 就算有三百個人 都留同樣的字 在這個上面 也只是一張便利貼 所以這個就跟那個Police的那張圖一樣 少數的事情也許有爭執 但大部分的人都覺得 報復軟體有一些共同的問題 當你貼完 也不過就這麼二十幾個問題而已 所以大家看完之後 就會有一種公民意識忽然覺醒的感覺 就是這個我們可以解決啊 不需要等政府啊 這個是我們可以一起設計解決的事情 那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訣竅 要跟大家提醒 就是 如果你跟 好不像你是學生會啊 或什麼 跟你的這個 朋友們在網路上收集意見 你不要去和諧掉它 就是 很多公務員 當他看到 有人留言說 字報多的時候 他會自動把它翻譯 然後他打字 就會打成 文字燒險融墜 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不要他在張關這個 保險涯吧 但是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是站在公民那一邊 公民意識就沒有辦法提升 因為基本上 你就只是收割他嘛 你並沒有把他真的當朋友 所以我都是跟 這個公務員說 你可以把金碳號拿掉 可是你不能把中文字拿掉 他如果寫字報多 那就是字報多 他如果寫華麗到讓人迷惘 那就是華麗到讓人迷惘 那或者 甚至兩年之前的那個報稅軟體啊 報到一半的時候 他會挑出一個 國稅局的一個代表的這個小娃娃 然後上面說 感謝你對國家的貢獻金碳號 然後你要等五秒鐘 才能夠把它關掉 現在是想要你心情好一點 但是有人沒有很尖銳的指出 他想到要冒水 心情就不好 所以意思就是說 同快嘛 就是同的快一點過去就好 那心情自然就恢復了 你不要在中間 讓他等五秒鐘 讓他心情好一點 這個是沒有用的 所以即使是挑戰我們的設計理念 我們都必須要把它用這樣的便利田貼上去 那所以 回到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怎麼提升公民意識呢 就是你讓公民直接進廚房 直接開始我們辦了四場工作坊 這些就是當時最酸的朋友 這些就是被他們罵了狗血淋頭的公務員 這些就是關號五度公司 那這些在一起的時候 真的見面三分七 你根本就爬不下去 所以大家就一情化出了 這個今年這個據說比較好用的 保水問題的系統 我們在去年 在Mac and Linux 試做的時候 就已經到達96%的滿意度 重點不是它很漂亮 你知道 炸大錢 總是連設計出了漂亮的東西 重點是這裡面一轉一網 一張便利 也都有上千個網友覺得說 這是我 不是我生的 但是我接生的 所以我就有史以來 第一次在網路上非常多的指控 願意去教討大家 怎麼要用這樣子一個新的介面 而且到最後這個在網路上面 大家集思廣移之後 甚至還找到說 欸 財政部每個月 就是五月 五月到五月底的時候 都付一樣多的頻繁的費用 但事實上只有五月一號 二號跟三十號 三十號要用啊 大部分什麼都沒有什麼流量啊 所以我們應該是按照 那個實際的流量集費 所以這一整套開發下來 其實它的預算是負的 就是想得非常多錢 我們用這個的一個零頭 來去辦設計的工作坊 所以到最後就是讓整個公務員覺得說 好啦 這個公民參與不是紅水紅瘦 大家都是專業人士 是帶著專業來進行貢獻的 所以回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提高公民意識的方法 就是會炒的朋友邀進廚房 而且不要等菜都炒好了 他們來觸碰只是來擺盤而已 而是說只要原料一開始擺的方式 可能不符合大家的意義 大家就自己帶著自己的專業進來 然後進行一個共同創作 好 那因為時間到了 我們是不是就先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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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樣的方法真的是蠻有效的 我們人生院院長、郭院長 就是為我們今天的座談 然後做個ADD 各位很辛苦 不過今天很值得 我們黨控政務委員 這個是腦筋非常靈活的一個 算是跟我們比較起來是青年 那尤其我們今天的主題很好 社會創新加上現在的知識經濟時代 讓年輕人的一些想像可以發揮出來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長話短收 我剛開始有來聽 有時候說AI時代我們是不是沒有用 還是有用 你們政務委員提到 我們可以 AI可以為我們減少很多繁瑣的事情 讓我們有更多的時間 投入更專業的一個演化 所以不怕AI的時代來臨 所以我們要如何應用AI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再次感謝我們 我們還要幫我們政務委員 我們在熱類的 這位女生社會 在要拿過來 你看這邊很多又社工系的 很多系的又是美的 都未來的老師 這個公然要領紅 這個今天的演講可以讓自己用 OK 謝謝 謝謝 我們同學們就集中到這邊 我們照一張合照 對 然後請那個 委員可以坐到這個位置 然後院長 把你們先就坐 然後我們同學 是不是從這個角度過去一下 就是可不可以麻煩 那個不好意思 那個角度可以往中間這邊移動 還有前面這邊 有理由 現在就都沒有關係 不要找到別人就沒有關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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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